第301章 龙脉归来 距离现在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随后我看向了面前的曹婆婆 问她这所谓的群鹰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曹婆婆告诉我 群鹰会的地点乃是中南山 得知了地点之后 我却是已经打定了主意 这群鹰会我肯定是要去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为了什么盟主之位 而是为了那玉落草 我身上的经脉必须尽快地痊愈 而这三个月的时间 我也并不是没有事情可做 毕竟我现在的实力 还能够大幅度地提升 只不过提升的地方 并不是丹田中的盗气 而是倒数之上的强化 我告别了曹婆婆 知道刘婷婷还在疗伤阶段 我留在清静宗也没什么用 而且清静宗全部都是女弟子 要我扎在这女人堆里面 我还真不习惯 离开了清静宗之后 我选择回老家 而诸葛静也选择了回宗门 他说 到时候 他会主动联系我 我一个人坐上了回老家的车 不过 我率先去了县城 去看了一下刘叔和刘婶之后 我方才是收拾东西 回到了我们老家的村子 回到老家之后 我发现 一切都显得很荒凉 我家的房子周围 都已经长满了杂草 这才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将从镇子上买来的一些菜米油盐给放好 然后找来了家里面生锈的镰刀 磨好之后 将我们家周围的杂草 全部给除了 随后 我用了半天的时间 将家里面彻底地清扫了一下 离开了喧嚣的城市 回到老家 我心里面并没有感觉 有什么空落落的 反而绝对心中 踏实了很多 如果给我选择 我宁愿一辈子都在这 远离城市的村子里面度过 弄完一切之后 我将我家的房子 全部都转了一圈 我爷爷的房间 我爸和我妈的房间 但是现在整个家 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多想回到以前 我们一家人在这房子里面 热热闹闹的日子 看着爷爷抽着汗烟 唱着 我并听不懂的耗子 还有我妈每天 在厨房忙活的身影 我爸外出务农回来 就会带着的一股子汗味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 不复存在了 爷爷 奶奶 我爸还有我妈 我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在什么地方 不过我知道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见面点 接下来的日子 我在老家住了下来 每天没事 就会去村子里面转一转 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村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也逐渐埋没在了 人们的心里面 村子再度热闹了起来 不过 我大多数的时间 还是在研究倒数 王老给我的纵横七杀术 现在我的实力 完全能够驾驭第四招 不过这第四招 还是有些难度 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方才是将第三招摸透 至于第四招 则是刚刚摸到了一点皮毛 这一天夜里 我正在我们家院子里面练剑 顿时间 我仿佛是隐约地感觉到了 一股极其浑厚的气息 朝着我靠近了过来 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瞬间 我先是微微一愣 随后猛然之间反映了过来 因为这股气息太过熟悉了 隐约间 我看到了一道隐晦的金光浮现 而且地面之上 竟然是开始蠕动了起来 好在现在乃是深夜 不然要是有人看到 眼前的这幅景象 必然是惊骇无比 感觉到这股气势 越发逼近的瞬间 我便是直接将身上的铁棒子取了出来 这时候 那股气息也是到了我的脚下 下一刻 我整个人眼睛瞬间睁大 惊骇地看着一条足足有水桶粗细的金色巨龙 从地面冲出 直接朝着我整个人冲来 但是 我并没有从这金色巨龙身上 感受到半点的敌意 反而是有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 那金色巨龙 发出一声低沉的龙音声 声音之中充满了久违的兴奋 而我就这么举着铁棒子 看着那金色的巨龙 钻进了铁棒子之中 不错 这东西正是阔别了大半年的龙脉 这大半年的时间 我感觉到 这龙脉的变化 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说以前的龙脉 用一条小溪来形容 那么现在的龙脉 就是一条真正的大河 其中那汹涌的能量 就连我都是有些瞠目咋舌 怎么样小子 没令你失望吧 就在此刻 王老的声音 突然在我的脑海之中响起 我点了点头 这龙脉的变化 不但没有令我失望 还让我大吃了一惊 然而 就在那龙脉 钻进了我手中的铁棒子的时候 我手中的铁棒子 此刻 竟然也是开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我看着这一幕 心中却是泛起了一阵疑惑 难不成那龙脉变得强悍了之后 使得这铁棒子 无法承受了不成 不过王老立马 就否决了我的这个想法 他说 很有可能是因为龙脉变强了 这铁棒子上的封印 又要解开一层了 文言的我眼睛微微一睁 随后连忙将铁棒子 放在了面前 而我退后了一步 我倒也很是想看看 这铁棒子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随后 我的双眼 便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铁棒子 只是看到这铁棒子 开始不断地颤抖了起来 这样的颤抖 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我竟然看到那铁棒子上面 似乎有一层黄铜的壳 开始脱落一样 而在这层壳的下面 却是有着一丝 极其纯正的金色散发而出 看着格外的耀眼 但是 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我看着那铁棒子上面的黄铜 一块一块地 开始朝着下面掉落了下来 下一刻 我隐约间仿佛是看到了 那铁棒子上面 有着一丝丝 极其古老神秘的纹路 开始浮现 随后 我发现那些黄铜壳脱落的 越发地快速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时间 铁棒之上的黄铜壳子 尽数脱落 呈现出了通体金黄的那铁棒子 上面那些古老的纹路 给人一种极其舒服的感觉 我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过去 将那全身金黄的铁棒子 拿了起来 紧握在手中 这时候 我也是注意到 在铁棒子的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蚊子 神 我又记得 曾经这个神字 还震慑住了上清静的茅山派长老 这时候 我心中也是想起了 王老给我说过的话 看来 这铁棒子的身份 也总算是可以水落石出了 打神鞭 如此说来 我们江家的祖上 还真是封神时期的一代奇人 江子牙 而这打神鞭 便是先祖的法宝 但是现在我心中又生起了另一个疑惑 既然这打神鞭 是先祖流传下来的 这几千年的时间 难道就没有人破开这里面的封印吗 为什么偏偏是到了我们这一代 这打神鞭的封印 才是被破开 这其中又隐藏了什么 不为人知的东西 我妈曾经给我说过 我们这三代人要走的路 还很远 这三代人很明显 指的便是我爷爷 我爸 还有我 到底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从一开始 就有人布下了一个弥天大局 而我们 只不过是这个局里面的棋子罢了 就在我心中 升起无数的念头之际 我感觉到 一股信息 也是从面前的打神鞭上面传来 我的脑海中 不断地消化着这股信息 下一刻 我猛然震惊 因为这打神鞭上传来的 竟然是配合着打神鞭所使用的倒数 而这倒数的恐怖程度 赫然是还在王老传给我的 那纵横七杀术之上 心中惊骇的同时 我连忙闭上了眼睛 开始用心去消化这段信息 因为这道数 很有可能是我以后的保命手段 这样的东西 怎叫我能不用心去对待 脑海中一个个画面浮现 看起来却有些扭曲 但仔细琢磨 却是让人受益匪浅 第302章 神秘道人 随着我用心去感受 却是发现 这道数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这道数名为斩铃 唯一可惜的一点 这道数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准确地说 这只是一招相当于防御的道数 这道数的作用也很容易理解 那就是 可以斩掉别人的攻击威力 至于能斩掉别人多少的威力 那就得看自己的实力强悍程度 还有攻击之人的强悍程度了 但是纵然如此 我也不得不说 这道数真的挺恐怖的 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 在你倾尽全力的一击 或者说最后的一击 被别人削弱了大半的威力 那么结局可想而知 事后我看了下时间 我才知道 我竟然是足足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这道数消化了 而且 这单单只是理解这道数的概要 并没有开始修炼 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瞬间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再次看向我手中的打神鞭 却发现 此刻的打神鞭身上 那闪闪的金光 也是彻底地隐藏 进入了打神鞭之中 我看着手中的打神鞭 心中却满是欣喜 就在此刻 王老低沉的声音 也是在我的脑海之中响起 小子 我或许得提醒你一下 我微微一愣 连忙问王老是 什么意思 王老沉吟了一会儿 随后出声告诉我 小子 如果我猜测得不错的话 你手中的打神鞭 或许不是完整的打神鞭 王老话音刚落 我整个人几乎是被 王老的话给吓了一跳 王老竟然说我手里面的 打神鞭不完整 这是几个意思 王老 你确定你没有开玩笑 我愣在了原地半天的时间 方才是出声对着王老询问 而王老也是 再度很确定地告诉我 传说中的打神鞭 应该是有九节 对应天地间的九乃术之极 但是现在很明显 我手中的这打神鞭 只有三节 如此说来 应该还有六节打神鞭 是在别人的手中 王老这么一说 我心里面就更加的疑惑了 按照王老的猜测 那么这打神鞭的另外六节会在什么地方呢 难不成在我爸和我爷爷的身上 我想了一下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而且我记得 当初我爸从盒子里面给我的时候 这东西就只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还乌漆漠黑的 现在突然告诉我 这东西并不完整 我还真不知道 其余的在什么地方 随后 王老又开始开导我 说有些东西 着实要靠缘分 如果是我的 那么就算我不去刻意地寻找 它都会出现 但是如果不是我的 那么不管怎么努力去寻找 最后还是不会到我的手中 王老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现在不管怎么去担心 打神鞭另外六节的下落 恐怕都是得不到完整的打神鞭 索性也不再去想它 有那闲工夫 我还不如用心去钻研一下 刚刚得到的倒数 然而 就在我准备转身 进屋休息的时候 我的眉头瞬间紧皱了起来 与此同时 我全身的汗毛 都是在此刻竖了起来 心中一阵发毛 那是因为 我感觉到 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朝着我包围了过来 就在那一瞬间 我有种奇怪的错觉 那就是我整个人都无法动弹了 就如同是被人捏在手中的一个玩偶 哪怕只需要一股念头 我便是能够彻底地毁灭一般 何妨神圣 这大半夜的 还有心情捉弄我一个无名小子 看着空旷的四周 我心中一沉 随后低沉着声音出声喊道 随着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看到面前的空间 竟然是开始扭曲了起来 下一刻 我面前的空间 竟然是开始分出一道口子 露出了里面漆黑的空间黑洞 随后 一道身穿灰色道袍的身影 自那黑洞之中 踏步走了出来 此人双手负于身后 面容算不上苍老 应该只能算是中年 但是他的眉毛 可却是一片雪白 就连身后那插着发簪的长发之中 也有着许多白发 掺杂在其中 但是此刻的面孔我 却是极其的陌生 就连他身上的气势 我都没有任何熟悉的感觉 此刻 面前的这道人 那双深邃的犹如无底洞一般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我 准确地来说 是盯着我手中的打身边 我们就这么一言不发 对面的这道人不说话 我也是闭口不言 直到沉默了许久的时间 小子 你好大的运到 对面的道人抬起头 终于是正脸看向了我 低沉的声音 也是传了出来 文言 我的面色倒是没什么变化 毕竟已经到了这时候 我就算再怎么激动 也是没有丝毫作用的 有劳前辈费心了 倒是前辈 深更半夜 造访我这乡野之处 不知有何贵干 我看着面前的道人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更加的从容 对着面前的道人出声说道 小子 你不怕吗 这时候 对面的道人却是微微一惊 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似乎是有些惊讶 为何我还能保持这么从容的姿态 和他说话 文言得我淡淡一笑 看向了对面的道人 前辈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的实力应该在太清净以上 而在面对一个太清净的强者 我一个连上清净都没有达到的小子 怕与不怕 有什么区别吗 我淡淡地出声 说完之后 我便是再度看向了对面的道人 这时候 那道人紧皱的眉头 微微舒展开来 看着我说道 看来你小子用现在的成就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听着面前这道人的话 我心中却是有些纳闷 这是夸我呢 还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隐隐地感觉到 这道人所来 目的或许并不是跟我说这番废话 而我脑海里面 却是已经转悠了无数的办法 但是没有一种 是能够让我从这道人的手中逃脱的 我心中泛起一阵苦涩 你大爷的 我不过 就是一个欲清静罢了 怎么会遇到这么多 跟我实力完全不相符的强者呢 这时候 对面的道人却再度说话了 小子 既然你是聪明人 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我来的目的只要一个 说到这里 对面的道人微微停顿 沉吟了片刻 方才是再度出声 龙脉 随着道人口中 吐出了这样的两个字 我整个人眼皮子却是猛然一跳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道人 他竟然是感应到龙脉的气息 才跟着来的 我实在的有些不明白 这个人怎么知道 我身上有龙脉呢 阁下到底是谁 我眉头深锁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道人 与此同时 我沉声询问 对面的道人面无表情 此刻的他 似乎再也没有了 和我多说一句废话的闲心 我是谁不重要 现在 你只要清楚你自己的处境 就行了 要么交出龙脉 要么我杀了你 自己来拿龙脉 道人的声音陡然转变 变得极其的冰冷 冰冷之中 似乎还带着一丝 极其阴冷的沙意 这一丝阴冷的沙意 使得我整个人 全身一阵冰冷 如坠冰枯一般 我双目微宁 死死地看着面前道人 而我的脑海之中 却是在对着王老询问 如果将打神鞭给了这家伙 有没有可能让他知难而退 但是王老的声音 立马就传来 不可 先不说打神鞭之内 还有没有上次那样的封印 就算是还有 那封印的力量 能够瞬间击伤上清静的强者 但是面对太清静的实力 恐怕并没有那出其不意的效果 别到时候因为莽撞 同时失去了打神鞭 还要其中的龙脉 第303章 谁给你的狗胆 王老这么一提醒 我整个人微微一愣 我倒是忽略了这一点 面前这神秘的道人 可是太清静的强者 而且 太清静几重 还不好说 不管是打神鞭还是龙脉 对我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 那是面前这家伙 或许还不知道 我手中的铁棒子 是打神鞭 不然他肯定有兴趣 一起带走 小子 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 实习之内 给我答案 不然 命和龙脉 我都收走了 这时候 对面的那神秘道人再度出声 虽然声音之中充满了平淡 但是我却听得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因为直觉告诉我 面前的这家伙 并没有跟我开玩笑 片刻 面前那阵冰冷的声音 又传了过来 看来 我知道你的选择了 随着话音落下 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被一种杀气笼罩 我丹田之中的道气 瞬间运转 便是准备挣脱这一阵束缚 但是 我却发现 不管我怎么用力 都是无法撼动 这股气势分毫 更别说挣脱了 而面前 那神秘道人的手掌 几乎是在请客间到了我的面前 我此刻实实在在地 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然而 就在我万念俱灰之际 我感觉到身上的那股束缚 瞬间消失而去 随后 一股力量 直接将我整个人拉得朝着后面掠去 而面前的神秘道人面色一变 赫然是没有想到 此刻竟然是有人出手 何妨神圣 阻挠本道之事 此刻 对面的那神秘的道人 并没有接着动手 而是紧皱眉头 看醒了我身后的 低沉的声音 也随着传了出来 对此 我也是颇为疑惑 连忙转过头 打量我的四周 但是在我的四周 除了面前的神秘道人和我 再也没有第三个人的存在了 神秘道人的眉头 更加的紧皱了起来 这时候 他双眼死死地盯着我 似乎是想看看 刚刚的诡异 是不是我自己弄出来的 好大的狗胆 真以为什么人 都是你能动的吗 就在此刻 寂静黑夜之中 传出一声颇为温怒的声音 而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整个人心中一愣 因为我 竟然是察觉到 这声音之中的意思熟悉 但是 我想了一下 一时间竟然又没有想起来 此刻 面前的神秘道人 瞳孔微微一缩 这种情况很简单 那就是面前的这神秘道人 感觉到了暗中之人的威胁 不然 不可能会露出 这么严肃的神情来 在下陶城子 阁下到底是何人 为何不出来见上一见 这时候 面前的陶城子 锁定了我身旁的某处空间 再度出声说道 但是这次的声音之中 却是多了一抹浓浓的警惕 我知道 不就是茅山派的破掌教吗 随着这道声音传出 我也是知道了 面前这家伙的身份 他竟然是茅山派的长脚 你大爷的 这样的人物 竟然是为了龙脉亲自前来 我看着面前的陶城子 我记得我和茅山为了这龙脉 好像已经摩擦了好几回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竟然会惹出这家伙 而此刻 我也是感觉到我身边的空间一阵激荡 我连忙退开了两步 随后 一道身穿老旧不一的身影 从那空间黑洞之中走了出来 看到那道略显沟楼的身子 我整个人身子都是猛然一颤 不自觉的便是感觉到 眼眶之中有着泪水在打转 我整个人直接朝着那身影扑了过去 口中经不住脱口而出 奶奶 这时候 那沟楼的身子 并没有理会面前的陶城子 而是直接抬头看向了我 那布满了皱纹的脸上 有着一抹慈爱的笑容浮现 我直接扑了上去 一把将我奶奶给抱住 而奶奶的手 也是轻微地拍着我的背 行了 都快去媳妇的人了 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这时候 奶奶苍老的声音传来 但是我却是从声音之中 听出了莫名的舒服 之前我就说 怎么声音有些熟悉 但是我想到 奶奶被夜火焚身 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奶奶 没想到 我竟然能够在这碰到奶奶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这时候 对面的那陶城子声音再次传来 而我感觉到 奶奶身上顿时升起了一股不高兴的情绪 现在的人真的越活越没礼貌了 没看到 我正和孙子叙旧吗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老深的名字 那老深就告诉你 老深名叫白玉莲 承蒙江湖朋友的台剧 送了一个老深不怎么喜欢的名号 白玉罗刹 随着奶奶淡淡地吐出一个个字眼 我看到对面的陶城子 瞳孔也是 瞬间一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面前的奶奶 白玉罗刹 白玉莲 陶城子惊骇低声自语 似乎没想到 我奶奶竟然是这样一个身份 而且 此刻我从那陶城子的眼眸之中 赫然是看到了一抹恐惧 不错 就是恐惧 我实在难以想象 奶奶的一个名号 竟然是能够使得面前 身为一宗长教的陶城子 露出这样的神情来 难不成奶奶在以前 真的有着多么恐怖的震慑力不成 此刻就算是我不相信也没办法了 面前的陶城子乃是茅山派的一宗之主 而且还是实实在在的太清净实力 但是纵然如此 在听到了我奶奶的名号之后 竟然是露出了这般的惊慌和恐惧 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他娘的长教当得也太窝囊了吧 还是说 我奶奶的名号 真的有这么恐怖 白玉罗刹 不是在几十年 就消失在了江湖吗 沉默了片刻的时间 对面的陶城子 竟然是冒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而我对此 也是相当的无语 这家伙是在试探 他在怀疑 我奶奶并不是真正的白玉罗刹 只是说出这名号 来吓一下他罢了 这时候 我奶奶转过身 布满皱纹的脸上也是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随后直接出声 怎么 难不成你以为 老神是假的 还是说 想要试一试 今天老神和孙子相见 心情不错 如果你真的想试一试 那我倒是不介意奉陪 但是老神出手 一般不做无所谓的战斗 你应该清楚 奶奶说完 我顿时间感觉到 奶奶身上 有着一股淡淡的气势 开始生疼了起来 而且随着生疼 那股气势 却是越发地恐怖了起来 面前的这陶城子 面色微变 她的眼神之中 似乎是闪过了一抹挣扎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不该和奶奶动手 而随着奶奶身上的气势 攀升到了巅峰 对面的陶城子 面色也是陡然大变 随后对着奶奶一抱拳 实在瞎冒昧了 先行告辞 说完之后 这陶城子便是一转身 准备离去 而就在这家伙转身的瞬间 奶奶却是不紧不慢地出声 慢着 随着奶奶话音落下 陶城子的身形 顿在了原地 而奶奶这时候 却是再度出声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真当我孙儿 被你这么戏耍了一番不成 奶奶说完之后 我也是看向了对面的陶城子 奶奶的话很明显 这陶城子吓着我了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这时候 我看到陶城子转过身来 他的嘴角微微抽出了两下 随后 这家伙单手一挥 这里是百枚上等气筋 算是在下的补偿 随着陶城子一挥手 我看到许多亮晶晶的气筋 朝着我飞来 上面我能感受到 一股极其恐怖的倒气波动 我心中一阵 好大的手笔 或者说 奶奶的一句话 竟然有这等威慑力 奶奶毫不犹豫 单手一招 将这些气筋 招到了我的面前 第304章 奶奶的回答 本来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但是并没有 奶奶笑了笑 对着对面的陶城子说道 你给我孙儿这些气筋 他也没地方装啊 老神看你好人做到底 再给他一个装东西的宝物 等以后有机会 老神亲自上茅山去感谢你 奶奶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就连我都是感觉到了 奶奶话里面的意思 这意思感觉 要是陶城子不拿 奶奶才会上茅山 但是去茅山之后 自然不会是道谢了 我看到陶城子的嘴角 不断地抽出了两下 随后 这家伙再度一挥手 我看到一个绣针的布袋 朝着我飞了过来 上面有着一些神秘的纹路 不过看起来和其他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那袖贞的口袋直接飞到了我的手中 随后 那陶城子一副衣袖 沉生说道 告辞 说完 这家伙的面前 陡然有着一道空间裂缝撕裂而开 随后 他也是 直接踏步走进了空间通道之中 随着陶城子离去 我方才是转身看向了身边的奶奶 问他 我手中的这东西是什么 奶奶笑了笑 告诉我这东西 名叫奈物袋 其中有秀里乾坤的倒数 能够容纳不少的东西 随后 奶奶让我滴了一滴血在这奈物袋上面 叫我认住 然后 奶奶又让我用到气吹动试试 我顿时看到了 这奈物袋之中的空间 足足有一小间房子那么大 而这时候奶奶也让我将那些气筋都 装进这奈物袋之中 我欣喜地照做 我发现 这奈物袋 还真不是一般的方便 研究了一会儿之后 我将那物袋收了起来 然后问奶奶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奶奶对着我指了指屋子 说进去再跟我细说 进了屋子之后 我和奶奶坐下 我便开始问奶奶 我从江鹏志那儿得到消息 奶奶被烟火焚身 然后又被人救了 她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没事了 奶奶对着我点了点头 说她现在身上的伤 已经完全恢复了 而且 实力不仅仅恢复到了巅峰 还有所精进 闻言 我心中自然也是为奶奶感到高兴 然后 我又问奶奶 当时将她救走的 到底是什么人 奶奶看着我 说道 除了你爷爷那个老不死的 还能有谁 虽然心中早就有所猜测 但是现在得到了奶奶的亲自证实 我心中顿时一喜 问奶奶 这段时间 她岂不是一直和爷爷待在一起 但是 奶奶却摇了摇头 说 当时爷爷让奶奶恢复了意识 然后给了奶奶疗伤到有行动能力之后 她就离开了 过一段时间 就会给奶奶带来一些疗伤的药物 我点了点头 先是问奶奶 当时爷爷是不是一副黑衣人的打扮 因为 我想确认一下 当初给我蒋龙卖风印镜这打神鞭之中的 究竟是不是爷爷 奶奶告诉我的确是爷爷 当初爷爷知道他自己暴露 定然是会引来江家三个冤家的窥视 而那三个冤家的容貌 正好和爷爷一模一样 所以 爷爷不得不以那种方式出现 然后告诫我 不想相信爷爷 其实就是怕我看到爷爷的模样之后 重击 而现在我也明白 奶奶口中的三个冤家 无非就是江鹏脚 江鹏聚 江鹏志三人 看来 这三人和我们江家的恩怨 的确是从我爷爷那一辈就结下得了 但是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 这三人到底 和我们江家有什么恩怨 我问奶奶 却看到奶奶的眉头微微一皱 她告诉我 这个问题她之前也一无所知 直到这次爷爷就走了她 她才从爷爷的口中得知了一些 但是这些东西 现在告诉我 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让我别着急 等以后 我就会慢慢知道了 对于奶奶的这话 我却是极度的郁闷 怎么又是这句知道了 对我没有好处 我怎么觉得 不知道对我来说才没什么好处 让我心里面时刻都惦记着 而这会儿 奶奶再度出声 小凡 你要知道 我们江家最大的敌人 不是这三人 而是暗天盟 奶奶的话 使得我面色一正 心中变得 有些沉重了起来 我问奶奶 暗天盟不是 与天下为敌吗 奶奶点了点头 告诉我的确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暗天盟与天下为敌 那么我们江家 就是最为特殊的存在 奶奶告诉我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乡野生活几十年安稳的时间 一切都是因为 爷爷参透了江家最为深奥的隐藏天机之术 瞒过了暗天盟的眼睛 不然 这几十年 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安稳地度过 当然 奶奶也说了 这其中也有爷爷自己的打算 但是至于爷爷的打算是什么 那也只有爷爷自己才知道了 我看向奶奶 问他 难不成爷爷什么都没有跟他说吗 奶奶摇了摇头 说爷爷这辈子太苦了 江家的这一切 都是爷爷一个人 在默默地扛着 虽然我爸也有些出息了 但是能抗的东西太少 小凡 你要快快长大 替你爷爷分担一些江家的担子 不然 我真怕你爷爷有一天会扛不住啊 奶奶的眼神中 我看到了一阵担忧和无奈 奶奶何等人眼 单单是一个名号 足以喝退毛山掌教 但是纵然如此 奶奶眼神中的担忧 却是货真价实的 暗天蒙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心中这样暗自地发问 而且我暗自发誓 总有一天 我要闯进暗天蒙的总部 看看这在华夏屹立了数千年 而不倒的神秘势力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至于爷爷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定然会和他一起分担江家的一切 沉默了一会儿 我连忙转过头去看向了奶奶 发现奶奶的脸上 有着一抹欣慰的笑容 这会儿 我也问奶奶 他怎么会突然回老家来 爷爷怎么不一起回来 奶奶笑了笑 因为我爷爷算到了 我在老家会有一节 至于爷爷 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天下恐怕只有爷爷一个人知道了 对于爷爷的消息 我心中一阵失落 就算爷爷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难道回来 让我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真的很想他 心中失落了一会儿 我想到了我爸和我妈 问奶奶 有没有他们的消息 奶奶摇了摇头 说并不知道 但是我爸身上 有爷爷留下的掩盖天机之物 奶奶让我不要担心 我点了点头 但是心中还是有些担心 这时候 我想到了小白 我便直接告诉奶奶 她当初给我的怨灵鹰 被我不小心给弄丢了 而且现在还背叛了我 奶奶笑了笑 摸了摸我的脑袋 说没关系 这些她早就算到了 而且 这是我命里面该有的一节 躲不过 我看着面前一脸慈祥的奶奶 突然想到了 小白对着我说的那些话 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去问奶奶 不一会儿的时间 奶奶似乎是 看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直接让我有什么就问 不要婆婆妈妈的 随后 我一咬牙 问奶奶 小白说的那些 是不是真的 奶奶笑了笑 问我哪些 我叹了一口气 将小白告诉我的那些 都给奶奶说了 但是文言的奶奶一言不发 之上笑了笑 并不说话 小白 你现在大了 有些东西的善恶 需要你自己的心去判断 不能通过别人的言语来夺定 你知道吗 有时候 别人的言语 会让你自己的心摆不正 就哪怕是我和你爷爷说的话 你要是觉得有问题 那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奶奶给我说了一大通 并没有回答我实质性的问题 弄得我一头雾水 第305章 少门主之位 奶奶跟我说完了一番话之后 就问我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没有 我看着奶奶 心中的确是有些想问 但是又怕奶奶生气 因为奶奶跟我说过 不要问他和爷爷的问题的 但是这时候 奶奶却是对着我微微一笑 行了 你有什么就问吧 我不会怪你 听到奶奶这么一说 我顿时一愣 没想到 奶奶竟然不介意了 随后 我连忙问奶奶 她和爷爷之前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的奶奶 怎么一个人 跑到石林堡里面去做 而且 一住就是几十年 弄得我都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奶奶存在 奶奶微微叹了一口气 说也没什么大事 也就是他们当年年轻的时候 我爷爷要躲避暗天盟 但是奶奶却不同意 要和暗天盟死磕到底 而爷爷一些计划 也好给奶奶透露 最后 就弄得不欢而散 因为这件事情 爷爷和奶奶 一直有些矛盾 后来有了我爸 那时候奶奶就离开了家门 去了石林堡 直到后来 我爸和我妈结婚的时候 我奶奶回来过一次 为了看一眼自己的儿媳妇 然而又消失了 再次回到村子 就是我去找奶奶 奶奶说他也是才知道当年爷爷有苦衷 也是他年轻的时候性子不好 才会做出这傻事来 文言的我顿时一阵郁闷 我还以为爷爷和奶奶有什么大矛盾 这一打听 竟然是这点破事 我实在是有些无语了 你说 怎么就为了这点小事 人都得搞个人分居一地呢 之后 我问奶奶 这次回来之后 准备去哪 是不是就不打算走了 奶奶 却是摇了摇头 说这次爷爷还给奶奶安排了一个任务 奶奶要去忙活一下 而接下来 奶奶说他 想去看看阿玲 奶奶口中的阿玲 恐怕说的就是灵姐了 文言的我心中一阵失落 没想到这才刚刚和奶奶见面 她就要离开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问奶奶能不能陪我两天再走 我真的很久没有和亲人团聚过了 奶奶露出一脸的慈祥 随后看向了我 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 我也将一切修炼事宜 藕毒放下了 每天和奶奶摆话 而奶奶也给我下厨 我还从来没吃过奶奶做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时光我并没有享受太久 三天之后 奶奶就离开了村子 她说她不得不离开了 要不然到时候 爷爷交给她的事情来不及 奶奶离开之后 顿时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微微叹了一口气 这种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 也不知道和暗天蒙的战斗 什么时候才是一个结局 我回到了房间 接下来 我的时间再度被修炼排得满满的 又是一个月的时间悄然过去 距离曹婆婆给我说的那群英慧 也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然而 就在这一天 我却是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你好 请问你是江小凡吗 我接通电话之后 不等我说话 电话的那头 便是直接出声对着我询问 我眉头皱了皱 这声音也是很陌生 我可以确定 这人 我之前应该完全没有接触过 不过 我还是答应他 我就是江小凡 然而 令我没想到的是 对面的那人直接出声 告诉我道 江兄 现在我们师兄有些麻烦 让我来给你说一声 希望你出手帮个忙 对面这人再度出声 不过我心中却是更加的疑惑了 这家伙口中的师兄 又是谁呢 我连忙问他 他口中的师兄是谁 下一刻 我的眼睛也是一条 一位电话那头的男子 告诉我 他们的师兄 名叫诸葛进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呢 不过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对着电话那头问道 对方却告诉我 说是诸葛进给他们说的 还说了 只要给我打电话 我就一定会去帮忙 我这个号码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这一点 我倒是并不怎么怀疑 随后 我问他在什么地方 我过去找他 本来我还想问一下 诸葛进出了什么事了 但是电话里面一时半会儿 也说不清楚 所以 我决定亲自去见一见 打电话给我的这个人 他告诉我 他在贵阳 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只能在贵阳等我 我让他等着我 我现在就赶去贵阳 挂断了电话之后 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 直接起身离开了村子 到了镇子上 现在是下午 根本就没有前往贵阳的车了 我只好花钱包了一辆车 凌晨的时候 我才到贵阳 立马找到那个电话 打了过去 他告诉我 他所在酒店的位置 我连忙赶了过去 到了酒店楼下的时候 王老让我等一下 王老应该是害怕有人算计我 所以再查探 查探了一番 王老直接出声 说没问题 让我上去 我到了那人告诉我的房间 直接敲了门 不一会儿 门便是打开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 他看到我的瞬间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脸的笑容 这位就是江兄了吧 在宗门 没少听三师兄提起你 三师兄 我的眉头先是微微一皱 问他口中的三师兄是不是诸葛静 这男子点了点头 随后连忙自我介绍 江兄你好 在下诸葛武 我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进入了酒店 而我心中 却是一直在琢磨 诸葛静在天津门 竟然只是排行第三 也就是说 自阿诸葛静的前面 还有一个大师兄 一个二师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看着面前的青年 直接出声问他 诸葛静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男子面容之上 方才是露出了一抹尴尬的笑容 江兄别激动 三师兄的确是有点麻烦 但是不是什么致命的事情 而且这次的事情 也的确是需要江兄去帮忙 胃眉头一皱 让这男子赶紧说正事 男子 方才是一一给我道来 说这次诸葛静要我帮忙的事情 是争夺天津门的少门主之位 这诸葛武刚刚说完 我便是微微一愣 说诸葛静不就是天津门的少门主吗 他手上还有玄武甲 但是 此刻这诸葛武 却是微微摇了摇头 苦笑着告诉我 或许是因为诸葛静没有告诉我 玄武甲的确是天津门少门主信武 但是这东西不止一个 完整的玄武甲 总共有九个 九九归一 方才是真正的玄武甲 而诸葛静手中的 只是九个的其中一个 所以 准确地说来 诸葛静只是天津门少门主的候选人之一 而这候选人 总共有九个 而最后的少门主之位 则是要在这九个人当中来决策 这诸葛武这么一说 我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也就是说 现在是诸葛静要争夺那正式的少门主之位的时候 需要我帮忙了 这时候 诸葛武也是点了点头 说的确是如此 本来宗门决策少门主还有段时间的 但是因为各大宗门组织了一个群英会 而这次群英会 宗门只允许一个人参加 所以宗门就决议 干脆就让宗门的少门主去参加 就提前决策出少门主之位来 这诸葛武的话 确实使得我有些纳闷了 因为王老曾经给我说过 天机门应该是不问世事的影修门派 但是根据诸葛武的意思 这次群英会天机门会正式参加 也就是涉足江湖世事 这不是违背了天机门影修门派的风格吗 我看着面前的诸葛武 并没有打算问他 既然诸葛静需要我 那么我自然是不会推辞的 第306章 前往天机门 我看向面前的诸葛武 出声对他说道 我跟你去天机门 什么时候动身 听到我答应 诸葛武面色之上 也是陡然一喜 说明天一早就出发 我点了点头 这时候 我也是出声 对着诸葛武询问 这少门主的争夺 到底有什么悬护在里面 让他大概的 给我介绍一下 这样也不至于我 抵达了天机门之后 一无所知 这时候 诸葛武也是 让我坐下 然后他慢慢给我说 我和诸葛武坐下 这时候 诸葛武也是告诉我 说 天机门少门主 争夺战 是采用积分制的 淘汰制 三轮之后 积分少的三人 会被淘汰 而剩下的六人 继续积分制 三轮之后 几分少的三人 被淘汰 最后三人 争夺魁首 成为天机门的 少门主 文言的我点了点头 规则倒是简单易懂 只是不知道 这所谓的三轮比赛 需要怎么比 这时候 诸葛武再度出声告诉我 这三轮比赛 其中两轮 需要参与 少门主争夺的 本人亲自比试 而第三轮 则需要 少门主争夺者的 一位挚友帮忙 这一点考的是 社交能力 看看各位继承人 能够请到 什么样的挚友助阵 所以诸葛武说了 我的这一环 同样是至关重要 必须是要找一位 极其信任的人 来担任这第三轮的比试 这一轮 胜者有三分 我们的这三分 也是至关重要 很有可能就是 决胜负的节点所在 诸葛武看着我 这时候又说了 既然诸葛静 选择了叫我帮忙 证明诸葛静 对我很是信任 我大致了解了 随后我告诉诸葛武 今晚先休息 明天一早 我们立马就出发 诸葛武点了点头 随后我们便是 各自进入了休息的状态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诸葛武 便是起身出发 这时候 诸葛武才告诉我 天机门隐秘的宗门 乃是在巴蜀一带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 我们直接坐了 到四川的动车 到了之后 诸葛武又打了一辆车 朝着巴蜀的 一座不怎么有名的 大山赶去 这山名叫华银山 在巴蜀一带 其实不算怎么有名 而我就有些疑惑了 天机门如此 古老的一个宗门 竟然会在这 不怎么出名的 一座山峰 或许是知道 我的想法 顿时间 一旁的诸葛武 也是出声告诉我 说华银山 真正的面貌 其实是被 天机门的大阵遮掩了 就算是太清静巅峰的人 也无法硬闯 诸葛武不说还好 这一说 顿时使得 我整个人心中一跳 而我却也是 再度认识到了 这样一个 古老强大的宗门 果然不简单 而且 五仙堂要是不被分散 我估计暗天盟 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得手 成功将那五仙术给掠夺了 我跟着诸葛武 一路朝着前面走去 到了华银山的顶峰 我看到诸葛武的手中 有着一块令牌浮现 随后 诸葛武口中念念有词 顿时间 在我们的面前 便是有着一条 青石小道浮现 这天机门的大阵入口处 并没有清静宗那般 看起来气派 但是我看着面前的青石小道 却是给我一种 极其古朴而舒适的感觉 单单是这小道之上传来的气息 都使得我莫名地感觉到一阵舒服 而诸葛武对着我一伸手 出声说道 江兄 请 我点了点头 朝着这青石小道走去 就在我脚掌踏入了这青石小道的瞬间 我整个人感觉神魂一阵清静 这种感觉 直接使得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是舒服的感觉 而此刻 王老的声音 也是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小子 你别开这小路 这些石头全部都是养魂石 这手笔 现在恐怕也就天机门能看到了 文言的我微微一愣 倒是没想到 这才刚进天机门 一条小道 竟然都这摇扭摆 而我们刚走 不一会儿的时间 我便是看到面前 一道身影 朝着我们走来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诸葛静 这家伙满面春风 一脸笑容地朝着我走来 我前几天研究一门倒数 没有亲自去找你 不会怪我吧 一到我的面前 诸葛静便是对着我笑道 我无奈地给了这家伙一锤 问他怎么补偿我 诸葛静笑了笑 说让我跟他走 这时候 诸葛静也是吩咐诸葛武先下去 而我则是跟在诸葛静的后面 一起朝着面前的 青石小道走去 我们一路走过了诸多楼阁 而我也是发现 天机门的弟子 并不算很多 很多看到诸葛静的弟子 都会弯腰行李 我们到了某处楼阁 诸葛静推门而入 说这就是他的地盘了 我走进去一看 里面并没有多少奢华的装饰 但是古色古香的 看起来倒是很舒服 而且 就这些简单的摆设 比那些奢侈的东西 还要珍贵数倍不止 不错 这地方还真是不错 还试了一周 我也是点了点头 对着诸葛静说道 这会儿 诸葛静给我倒了一杯热茶 跟我说 这是天机门特有的灵茶 让我尝尝 我端起灵茶 入口温和 而且唇香不断 甚至我还感觉到 一丝淡淡的灵气 钻进了我的丹田之中 要是每天都能喝这灵茶 恐怕受益匪浅 这大宗门果然就是不一样 这时候 我也看向了诸葛静 直接出声问他 这次争夺少门主 有多少的信心 诸葛静这时候 面色微正 随后坐到了我的旁边 看来小五在路上已经跟你说的差不多了 说实话 这次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恐怕就是大师兄和二师兄 至于其他的 我倒是还颇有信心 诸葛静说完 便是看向了我 我直接问他 要我怎么做 诸葛静这时候沉淫了片刻 便是出声 说实话 大师兄和二师兄 我们会比两场 我最多尽力 或许能跟他们达成平手 而到时候 你这边恐怕要发力才行 如果我能胜 那么我就能占据优势 诸葛静的声音之中 布满了凝重之色 闻言 我心中倒是莫名地紧张了起来 随后 我无奈地一笑 你这家伙 倒是真会 往我身上推压力 要是我不敌书了 岂不是害了你 我刚刚说完 诸葛静便是摇了摇头 出声对我说道 倒也不尽如此 得知我性 失之我命 尽力而为就好 这少门主之位 要不是为了我们这一脉 争一口气 说实话 我还真没什么兴趣去争夺 看着诸葛静如此豁达 我也是笑了笑 告诉他 不管怎么样 我这边会尽一切的力量去助他 他只要放放心心 比自己的就行了 诸葛静这时候 也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管这次少门主争夺战结果如何 他都会跟着我一起 去群音会 就算不能参加 给我加油打气 也行 我对着这家伙切了一口 让他别这么早下定论 对自己有点信心 我和诸葛静聊了一番 便是出声问他 什么时候开始 诸葛静深吸了一口气 出声说道 七天之后 我点了点头 说 那我还可以休息三天的时间 说完诸葛静带着我进了隔壁的房间 说那就是我站住的地方 他就在隔壁 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找他 我回到了房间 便是进入了打坐休息的状态 天机门 某处 几名老者盘坐成圆形 围绕在中间 他们双目紧闭 这一刻 几名老者都是同事睁开了眼睛 都感应到了吗 其中一名老者低声说道 便说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顿时间 陷入了一阵沉寂之中 而在众人的中间 也是开始有一阵光亮闪动 第307章 争执 随着便数二字 自其中一名老者的口中 脱口而出的瞬间 这十世之内 也是顿时陷入了一阵沉寂之中 便数献身我天机门 看来这次大简 我天机门真能找到一线生机 此刻 其中一名老者再度出声 对着其余人说道 其余人都是 相继地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样 至少证明 我天机门的弟子 和便数接触上了 这就是一个好事 而接下来的 一切都得看天意了 不知道是谁又说了一句 这几名老者相互对视了一眼 随后都是紧接着点了点头 这几天宗门 提前举办天宗门少门主的选拔 能够被请来助阵的 相比都是各个苗子 绝对信任的人 这样也算是可以判断 这便数和我天机门 乃是友好的关系 又有一名老者接过了话去 而这老者刚说完 又有人出声 便数身上 具有意想不到的运道 所以 此次 如果谁能给争夺到 那少门主之位 相助之人 九成九便是便数 就在这老者话音落下的瞬间 这十世之中 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回荡声 误念 误猜 误论 随着这道悠扬的声音传来 这十世之中的几名老者 神情都是瞬间凝重了起来 连忙站起身来 对着某处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随后便是 再度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这十世之中 顿时就陷入了一阵沉寂 并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而对于那所谓变数的议论 也是就此结束 接下来的时间 我除了在房间里面打坐 便是会出门去转悠一圈 我对着天机门 也不怎么熟悉 所以并不敢转得太远 就在诸葛敬的地盘 转悠了片刻 这天机门里面的环境 还真不是一般的不错 要是以后一切琐事都抛开脑后了 我真希望带着一家人 就这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样 我就满足了 但是现在来说 距离那时候 还有些遥远 你是何人 还不赶紧让开 就在我闭上眼睛 幻想那一刻的时候 一阵冷喝声 顿时将我脑海之中的一切都彻底地打乱 我的眉头本能得移皱 随后转过身 看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这时候 我看到走廊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几道身影 而我看到其中一名面色微怒的青年 一眼就能够看出 刚刚说话的 就是这个家伙 喂 你没听到吗 让你让开 就在这时候 这家伙却是再度冷喝出声 而且手指指着我 我看了看身边 发现这走廊的位置 根本就很宽 这家伙很明显的 就有种故意找茬的那种感觉 不过这是天机门 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给诸葛金的面子 也不可能大动干戈 跟着青年计较 再说了 这家伙明显是故意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目的呢 我看着面前的青年 随后我淡淡一笑 我来天机门也几天了 见了不少天机门的弟子 但是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这么没有礼貌的 我并不是暗指谁 而是直接看着那大呼小叫的青年 低声说道 我想 这应该也算我的环机了 而且我说的都不错 我来天机门几天的时间 见过天机门不少的弟子 一个个都很有礼貌 而且 我对天机门的印象 也是极好的 但是却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家伙 顿时就让我心中一阵不爽了 当然 我也不可能因为面前这家伙 而对天机门大好的印象 有所改变 你 对面的青年怒急 指着我欲言又止 似乎是找不到话来回答 这时候 我却再度笑了笑 看了看我身边那很宽的走廊通道 抬头看向了对面的青年 再度出声 我看你不仅仅是没有礼貌 连视力恐怕都有些问题 我身后这么宽的道路 你却睁着眼睛说瞎话 让我让开 难不成这么宽的地方 不够你过吗 还是说 只要你要经过的地方 所有人都得给你让到 我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情绪 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 对着这青年说道 我刚刚说完 便是看到面前的这家伙 整个人面色一阵清一阵白 混账 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憋了半天 那家伙竟然是憋出了这样一句话出来 而且我感觉到这家伙的身上 竟然是有盗气开始波动 他竟然是准备动手 这倒是令得我有些诧异 我看了看一旁的 一名双手富于身后的俊逸青年 很明显 我第一眼便是看出来了 这家伙 才是这几个人之中为首的那人 但是他并没有说话 我也没必要去说什么 而是就这么一脸平淡地 看着面前的那青年 我绝不可能先动手 但是如果这家伙要先动手 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到时候 就算是诸葛进那边 也不会为难 毕竟我可是没有招惹谁 但是也绝不会害怕谁的招惹 我明显地感觉到了 面前的这家伙 就是来找麻烦的 看到我一眼不发 这家伙终于是彻底地怒了 整个人竟然豁然间朝着我 直接暴射了过来 而且 那恐怖的盗气 凝聚于掌心之间 并没有半点留守的意思 对此 我不以为然 身形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然而 丹田之中的盗气 却是时刻准备 隐而不发 这家伙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欲亲近五重罢了 根本不足为虑 然而 就在面前的那青年 即将逼近到了我的面前之际 一声爆喝 陡然只见传来 诸葛林墨 你好大的胆子 随着这一声爆喝传出 面前的那青年 身形也是陡然之间一顿 身形僵在了原地 而我微微一愣 自然也是听出来了 这乃是诸葛靖的声音 诸葛靖瞬间出现在我的身旁 怒目看向面前的那诸葛靖林墨 此刻诸葛林墨看着我 眼神之中的怒意 依旧没有散去 三 三师兄 但是碍于诸葛靖在身边 那诸葛林墨方 才是低下了头 对着诸葛靖说道 诸葛林墨 谁给你的胆子 在我的地盘动手的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的客人 你又知不知道 擅自动手 是什么后果 诸葛靖二话不说 对着面前的那诸葛林墨 便是披头盖脸的一阵抱贺 三师兄 是这个家伙傲傲慢无礼 甚至还 这时候 那诸葛林墨抬起头来 看着我 一脸不甘地出声 但是话音未落 便是直接被诸葛靖给打断了 你真当以为我不了解你的为人 我请来的人 我还没有你了解吗 你心里面 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诸葛靖丝毫不给那诸葛林墨的面子 对着诸葛林墨 再度出声大喝 这时候 那诸葛林墨 终于是低下头 不再说话了 而这时候的诸葛靖 却是看向了之前 一直都没有说过话的青年 二师兄 这边是你手下的人 二师兄是真的看不见 还是假装没看见 诸葛靖的声音之中 多了一丝乖乖的味道 仿佛是故意讥讽 面前的青年一样 这时候 那青年一直并没有 多少变化的脸庞 也是顿时间看向了我一眼 随后又看来诸葛靖一眼 老三 不就是小木屋里发的一点破事而已吗 犯得着 你这样吗 这青年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那淡淡的声音传来 但是 诸葛靖的嘴角 却是泛起了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二师兄 我们就迷人不说暗话了 你今天来我这儿 到底安得什么心我就不戳穿了 但是说实话 你今天的行为 却有些让师弟看不起了 第三百零八章 诸葛记 就在诸葛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是明显注意到 面前的青年面色微变 赫然是没想到 诸葛靖竟然会说出这番话来 老三 你竟然对我这样说话 此刻 那青年也是面色温怒地看着诸葛靖 随后陡然出声 但是对此 我却看到诸葛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二师兄 你没必要试探我 有这闲心 还不如好好地痒痒状态 至于其他的 我们擂台上见真章吧 至于诸葛林木 自己去戒律唐领罪 如果是我去说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说完 诸葛靖也不等对面的那青年男子说话 直接看向了我 小凡 我们走 我点了点头 随后我和诸葛靖 直接转身离去 而就在我转头的瞬间 我看到 那青年的嘴角 一阵抽搐 看样子 是被气得不轻 特别是那诸葛林木 满脸的苦涩 就差直接哭出来了 因为之前诸葛靖说了 要他去戒律唐 这地方一听 就是宗门弟子犯错才会去的地方 我跟着诸葛靖 一直到了住处 我看到 诸葛靖的神情一阵凝重 哼 没想到这诸葛靖这腰奈不住性子 还没开始 就想要下手除敌了 这时候 诸葛靖冷哼了一声 略显愤怒的声音传出 我心中一阵疑惑 随后对着诸葛靖询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诸葛靖转过头来 看着我 这才告诉我说 之前他忘了提醒我了 在这段期间内 天机门内弟子所有人不得私自动手 而自然也包括被请来的我们一些外人 违背了规则 便会清除出这次少门主比斗之中 而之前的那诸葛靖 显然就是准备让那诸葛靖墓出手 铲除掉诸葛靖的帮手 也就是我 只要除掉了我 诸葛靖想要在短时间之内 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帮手 简直就不可能 而且就算请来 也不过是烂鱼充数 到时候 他们就会占据一定的上风 诸葛靖这么一说 我顿时间恍然大悟了过来 心中更是庆幸 还好诸葛靖来得正是时候 不然我他娘的就中计了 我看着诸葛靖 问他刚刚那青年 就是他口中的两大劲敌之一的二师兄 诸葛靖点了点头 我却是笑了笑 告诉诸葛靖 这诸葛靖形式心胸狭窄 而且毫不光明磊落 这样的人 难成大事 但是 此刻的诸葛靖却是告诉我 这诸葛靖虽然心胸如此 但是他的实力却摆在那里 就算是诸葛靖自己 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倒也的确是如此 那家伙的身上 有着一股极其恐怖的能量 能够成为天机门众多弟子的二师兄 也不可能没点本事 至于心胸 那又是另一说了 这时候 诸葛靖让我没事就别出去了 防不胜防 在屋子里面待着 总不会有什么事 保不齐那诸葛靖 不会继续用那些下作的手段 除去敌人 我点了点头 说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距离之前 诸葛靖所说的七天时间 也只不过只有三天了 三天时间过得很快 就算我不出去 在屋子里面打坐 也过得很快 诸葛靖吩咐我之后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我便没有出去转悠了 而是在房间里面打坐 顺便研究一下倒数之上的奥秘 三天时间 几乎一会儿过 这天 诸葛靖敲响了我的门 我睁开了眼睛 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诸葛靖问我 准备好没有 我告诉他 这几天都在准备 随后 诸葛靖对着我点了点头 我跟在诸葛靖的后面 我看到整个天机门 几乎看不到一个多余的人影 而诸葛靖也是告诉我 说天机门的弟子 早就到广场去等候了 我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的时间 我便是和诸葛靖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 说是巨大的广场 还不如说是一个露天的体育场形式的建筑 这广场上 早已经坐满了人影 而在中间 有一块巨大的擂台 除此外 在擂台的正前方 又有一座高台 此刻 那高台之上 坐了七个人 为首中间的 是一个大概五十来岁的道人 诸葛靖此刻也是给我介绍 说坐在中间的那个 便是天机门现任的门主 诸葛靖 而身边的那六位 就是宗门的长老 而最左边的那位六长老 便是诸葛靖的爷爷 名叫诸葛长空 因为特殊原因 本次少门主争夺战 不得不提前 规矩我就不多说了 七名少主候选人 上位台 就在此刻 坐在正中间的 诸葛靖站起身来 双眼扫视着下面的所有人 一股无形的威压 便是淡淡地散发而出 使得下方之前 还到处传来的议论声 竟然瞬间消失不见了 随着那诸葛靖一声 轻贺落下 诸葛靖对着我点了点头 随后 整个人直接朝着 中间的擂台掠去 一道道身影 落在了那擂台之上 总共九个候选少门主 我只见过 那就是诸葛记 其余人对我来说 都还很陌生 这时候 我看到擂台上的九人 相互抱拳 随后看向了 诸葛靖所在的位置 诸葛靖也不犹豫 大鹤出声 我天机门 以占卜看相 而闻名天下 这第一轮 比看相 随后 诸葛靖袖刨一挥 一张巨大的照片 直浮现在空中 而上面乃是一个人物 而且还是女子 看相一束 当面更好 然而照片 也能看出端倪 则是需要比较深厚的功底 这一关靠的 便是而等的看相能力 事先 诸位长老 已然将完全的答案记录下来 到时候 就看你们谁更接近 各位长老研究出来的答案 说完之后 诸葛正继续扫视下方的人 问他们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九人齐喝 说并没有 诸葛正方才一挥手 说答题开始 这第一关 只有半小时的时间 随后 下面有人开始给他们发纸笔 这一观点答案要写下来 然后根据几位长老联合查看 根据准确度来打分 而随着那诸葛正话音落下 顿时就那九人都是一眼看向了空中的那照片 生怕错过了什么 光是打量那照片 便是花费了他们大半个小时的时间 随后 我看到有好几个人直接开始写了起来 似乎是看出了一些端倪 但是我看到诸葛经并没有乱动 除了诸葛靖 我看到诸葛记 还有一名男子 也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如果我猜得不错 那或许就是诸葛靖的大师兄 很多人一边写着答案 一边写就 一边那幅照片 皱着眉头研究一会儿 就要开始接着写 我看着前面的那些人 似乎都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却是看到 诸葛靖三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在我心中疑惑的瞬间 三人几乎同时间直接开始取出了纸笔 在那纸张上面写了起来 三人的速度比之前的那些人快了很多 不一会儿的时间 那诸葛记手中的动作也是稍微慢了下来 应该是看出了什么古怪的地方 所以稍微放慢了速度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 而诸葛靖 诸葛记等人也是一同放下了手中笔 那白纸上面写满了很多的东西 这时候 随着诸葛记一声大喝 第一场比试结束 接下来就要等待长老对答案的对比 到时候就会通知每一个人该有的积分人 六个人对比九份纸张 很快的时间就结束了 这时候 诸葛靖也直接到了我的身边 我问他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诸葛靖告诉我 说看向他倒是颇有耐心 也研究了不少时间 所以这第一关应该不成问题 第309章 轮到我了 诸葛靖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话 我也不再继续问了 要是这家伙 在这第一场都落后了 那这家伙 还用继续参加吗 因为六位长老 已经先一步 给那照片上的人看过了像了 而且还是六名长老 一同看了综合之后 得到的最终答案 所以 对效答案倒是很快 这时候 其中一名长老 已经站起身来 而在他的手中 却是有着一张白色的名单 想来 这上面 便是这第一轮的得分结果了 第一轮 面相 总分十分 得分情况如下 第一名 诸葛云 九分 第二名 诸葛记 诸葛靖并列八分 第三名 诸葛灵峰 七分 第四名诸葛轩 六分 最后 诸葛园 诸葛臣 诸葛北 诸葛向朝 并列第五名 五分 接下来 休息一刻中 继续第二轮的比斗 念完之后 那长老 便是直接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我微微一愣 没想到这第一轮 竟然是有十分 我记得诸葛五告诉我 我的第三轮只有三分 而且 我现在更加惊讶的是 那第一名的诸葛云 就算是不用想 我都知道 这第一名 肯定就是那一直深藏不漏的大师兄 这时候 我感觉到身边的 诸葛靖看向了某处 他的双目之中 闪过一抹骇然 我顺着诸葛靖的目光看去 顿时看到 在那硕大的舞斗胎旁边 站着一名面色冷峻的青年 看到这青年的瞬间 我整个人都是微微一愣 因为我从这青年的脸上 看到了一种极其大众的面相 就是那种看了一眼 然后丢在人堆里面 都很难再次找到的身影 我感觉 此人便是那种感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之前的第一轮 有三个人并没有着急 写下面相上的一切 而是用来观察那照片的面相 诸葛靖和诸葛记除了之后 便是这青年 但是刚刚我或许并没有刻意去打量他 此刻我再看他一眼 却是给我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 那就是 仿佛我是第一次看见 这人一样 然而事实 却是并非如此 我明明已经看到这家伙两次了 一般情况下 这种东西 没有那么容易忘掉才对 我心中有些震惊 便是看向了身边的诸葛靖 问他 那诸葛靖是不是他口中的大师兄 诸葛靖点了点头 随后出声对着我道 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强 而且越发的深藏不漏了 我能够很明显地听出 诸葛靖那低语声中 充满了一阵凝重的情绪 这时候 我也是问诸葛靖 为什么我看着诸葛云 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 诸葛靖看向我 这才跟我解释 说这东西 乃是天津门比较少见的一种天赋 名叫众生相 相似众生 心若众生 方能看透众生 诸葛靖又说 别看那诸葛云只超过了他们一分 就单单是这一分 足以说明那诸葛云与他和诸葛记的差距 因为那六位长老可是出了名的严格 一分的差距便是代表着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看向这一方面 越是看到后面就越难 因为能看透的东西 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个大概 深层次的 就需要一些过人的本事了 我点了点头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看向我还是知道一些 想要看透更多的东西 那真的需要很大的本事 而因为这些时间 几乎将心思全部都放在了实力的提升上面 橡树这一块 我还真的没有过多的去花心思了 不过 我身边不是还有一位橡树高手吗 这个我倒是不怕 真正能保命的 还是自身的实力 我看向了诸葛静 问他此次最大的劲敌 是不是就是这诸葛云了 诸葛静点了点头 说不出意外的话 的确是如此 但是也不排除杀出一条黑马的人 虽然几率很小 我点了点头 也是看向了那诸葛云所站着的地方 而在那诸葛云的身后 我看到了一名身穿不衣的青年男子 这家伙双手放在自己的不衣袖子里面 全程眼睛微闭 似乎对于这一切都不怎么感兴趣一般 而且我一眼看过去 这家伙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 这就像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 一个普通人能出现在这地方 别逗我了 那无疑 就是另一种可能了 这家伙 乃是一个高手 高手倒将自己的气息掩饰得毫无遗漏 我自认做不到这一点 就在我打量诸葛云请来的这帮手的时候 我也是感觉到了 另一边有着一道异样的目光 朝着我看了过来 我连忙转过头去 第一眼看到的 却是那一脸不爽我的诸葛记 这家伙似乎一直都在关注我 难不成是因为前几天的那件事 但是 我感觉到的那种挑衅的目光 并不是来自这诸葛记 而是诸葛记身后的 一名白衣男子 这家伙身上 一身村白色的衬衫 看起来倒是几位的新眼球 不过天机门的女弟子没多少 也不知道这家伙 一直都是这爱好 还是故意来骚包的 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说 我从这家伙身上感受到的能量 却是极其的恐怖 可想而知 这货也并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就单单是表面上的实力 恐怕就是欲清静九重了 但是有时候 表面的实力 并不是一个人实力的全部 看来 那诸葛记是盯上我们了 这时候 身边传来了诸葛记的声音 我转过头看去 发下这家伙 正一脸淡笑地看着我 我也是笑了笑 说这家伙 估计也是觉得 你爱事 恐怕想早点解决掉你 他和诸葛云一争高下 诸葛记摇了摇头 说这些先别管 还让我小心一些 诸葛记说 他知道一点消息 诸葛记身后的那白衣青年 似乎是大家族的天才子弟 实力不容小觑 我看向诸葛记 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丫鬟给别人长志气 捏自己威风 诸葛记连忙无奈地摇头 立马改口 呃 我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对上 下手别太狠 毕竟大家以后或许有机会再见 别弄得以后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白了诸葛静一眼 说他这拍马屁的话 转移得太过生硬了 随后我们相视而笑 不再说话 而是静静地等待下一轮比斗的开始 然而 这一会儿 我却是看到高台之上的几位长老 和那天机门的现任门主 开始讨论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在议论些什么 不过一刻钟也差不多过去了 也不知道这第二轮 诸葛静他们要比的是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候 我们抬头看去 发现高台之上 门主诸葛静 再次站了起来 经过我们商议 这第二轮的顺序 准备打乱一下 先进行第三轮的比斗 再进行原本的第二轮 随着诸葛静的声音落下 站在舞斗台旁边的几人都是相继皱了皱眉 有些疑惑地看着高台上的诸葛静 这时候 我拐了拐身边的诸葛静 问他所谓的 先举行第二轮 是不是就是轮到我上场了 诸葛静对着我点了点头 说 应该就是这一次 这会儿 诸葛静的声音再次传来 各位小友 对于你们能够来我天机门 帮我天机门弟子出战 我甚是感谢 接下来的战斗 点到极止 不可伤人性命 还望各位小友配合一下 诸葛静的目光落在了我们 前来帮忙的众人身上 声音之中毫无架子 这话谁听了 都觉得心里面舒服 好歹这诸葛静 身为一门之主 这些倒是令我颇为敬佩 第310章 真对 就在诸葛静说完之后 下面顿时有声音传来 诸葛门主请放心 我们大伙都知道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文言的我颇为郁闷地 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发现说话的这家伙 一脸的存在感 这货就是出来寻找存在感的 毕竟在这时候说话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投入他的身上 然而 此刻的诸葛静 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嗯 如此甚好 这一轮比斗 采取大乱斗的战斗方式 九人齐聚五斗台 以三人被击落下五斗台为战斗结束信号 站在五斗台上的六人 各三分 诸葛静的话音落下 顿时我都是微微一愣 倒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一轮 竟然会选择这么特殊的战斗方式 有时候 大乱斗的确是体现一个人能力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 也会存在一些不公平 比如联手之类的 但是在场的救人 分别都是被别人请来的 或许大伙都是不认识 这一点倒是可以忽略了 各位小友 可还有什么疑问 诸葛静又问了一句 这次没有人继续说话 而此刻的诸葛正点了点头 再度出声 如此 比斗开始 说完之后 诸葛正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而我看了 诸葛静一眼 直接朝着那五斗台掠去 九个人几乎同时抵达了五斗台 这时候 一个个看向别人的眼神之中 都是不满了谨慎之色 而且一个个都是站在原地 似乎并不愿意率先动手一般 这时候 我本能地朝着那不一男子看了过去 发现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 而且双眼慵懒无比地半闭着 似乎并没有半点地在意场上的任何一个人 然而 就在我关注别人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 又被人盯上了 这次 我几乎不用转过头去看 就能够猜到 盯上我的不是别人 恐怕就是 那诸葛记请来的帮手 我连忙转过头去 正好对上了 那白衣青年的双目 不过我从这家伙的眼神之中 倒是并没有看到多少仇恨 更多的乃是挑衅 而且 这家伙一脸 对我颇为感兴趣的样子 我心中生起一阵无奈 这肯定就是诸葛记那家伙吩咐的 然而 下一刻我的眉头 却是陡然一皱 因为我看到一旁 一名青年和这白衣青年对视了一眼 这青年对着白衣青年 点了点头 白衣青年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而此刻 我却是看到这两人 开始踏步朝着我走来 我心中微微一宁 大爷的 这两人什么时候 联合在一起了 难不成 在几天前 就已经联系上了 但是也没这种道理啊 因为大乱斗 也不过是刚刚才宣布的 没宣布之前 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如此说来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那就是在刚才 这二人才联系联手的 或者说 是在台下的时候 诸葛记和另一人 就准备联手了 这青年我有些印象 乃是那诸葛晨请来的帮手 而我随便一看武斗台下面 这诸葛晨所占的位置 可不就和诸葛记没有多远吗 我面色微沉 看着面前不断靠近的两个家伙 碰 就在此刻 突然一声低沉的闷响声传来 我们都是直接朝着声音 传来的地方看去 发现一道身影 直接倒射而出 瞬间飞出了武斗台外面 身形直接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溅起了一阵重重的灰尘 看得我心中一跳 虽然速度很快 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丝残影 那就是 那不一青年收缴的一瞬间 此刻 我看到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凝聚在了不一青年的身上 但是此刻 才他却是仿佛没发现这些人的目光一样 自顾自地半闭着眼睛 又将手插进了袖子里面 我连忙转头 看向了那地面上爬起来的青年 他并没有受重伤什么的 看起来没什么大碍 只是身上一些灰尘 看起来有些狼狈 此刻的他一脸震撼地看着不一青年 他的脸上只有震撼 并没有什么不甘 而且 我发现这家伙的实力 竟然是欲清净八重 这样的实力 竟然被那不一青年一招解决了 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当然 此刻震惊的不止是我一个 现在 已经有一个人出局了 那么 就还剩下两个出局的名额 这时候 我看到在那不一青年的身边 好几个人连忙退开 到了一边 似乎害怕那不一青年找上门一样 就在此时 我骤然感觉到 一股进风朝着我掠来 心中一惊 这才反应过来 我可还被两个家伙盯着 被这边的状况吸引过来 差点就忘了 我看也不看 脚掌猛然一跺地面 整个人便是朝着一旁闪掠了过去 就在我身形刚刚避开的瞬间 我便是看到 刚刚我所站着的位置 被一道掌缸披下 那五斗台之上 顿时有着一个坑洞浮现了出来 我心中一沉 先不说诸葛记请来的那家伙 就是另一个人 都是有着欲清净八重的实力 我如此直接面对两个人 我可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这时候 我身形再度一闪 因为我不用看都是知道 那白衣青年 从另一个方向 朝着我激射而来 与此同时 我体内的倒气 瞬间蜂拥而出 直接朝着我的掌心凝聚了过去 一个硕大的掌缸 瞬间形成 随后 朝着那欲清净八重的青年 拍了过去 这家伙虽然是欲清净八重 但是和我还是有些差距 那掌缸顿时和那青年手掌相撞 而一股气浪 也是紧跟着掀起 那青年面色一顿 身形蹬蹬后退了几步 但是此刻 我感觉到身后的那白衣青年 再度逼近了 我眼神一凝 脚踏七星步 白衣青年 一掌 穿透了我的身体 但是那影子 却是在慢慢地变淡 而我身子 却是陡然出现在了 另一个地方 嗯 残影 那白衣青年 面色微变 惊疑了一声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一般 而此刻 我脚下步伐再度一变 整个人直接出现在了 那另一人的身后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家伙 似乎知道不能与我硬碰 竟然是快速退开 我面色冷然 身形毅然决然的七十而上 看了一眼 一边掠来的白衣青年 我冷哼一声 手中陡然有着 数张影雷符出现 随后直接朝着 那白衣青年丢了过去 还是那样 我并不要求那影雷符 能够伤到那白衣青年 只要求能够拖住 他片刻的时间 而这时候 面前的青年也面色一变 知道我铁了心的 要针对他 手中连忙结印 顿时就 我看到这家伙的面前 竟然是有着 一道盾牌浮现 这盾牌 乃是由到气凝聚而出 健壮的我心中一寒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既然这么喜欢针对我 那就先让你知道 我可并不是什么软式子 我手掌一番 问天剑顿时出现在了 我的手中 问天剑出现 并不是要杀了这家伙 而是借助问天剑的威力 瞬间破了面前这家伙的防御 随着问天剑斩下 面前的那道气盾牌 也是在顷刻之间碎裂而开 面前这青年的面色巨变 似乎完全没想到我 竟然能够在瞬息之间 破开他的防御 面对这家伙的惊骇 我却丝毫不以为然 随后 我嘴角微微一裂 看来 你得下去休息一下了 随着我花音落下 我的脚掌 也是瞬间击出 对着面前这青年的胸膛 碰 我脚掌瞬间击落在青年胸膛之上 一个措手不及 这青年身形 也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第311章 占卜 看着那家伙 身形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我也是豁然转身 看着身后 那窜出来的白衣青年 此刻 看到我竟然是 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那家伙解决 这白衣青年的面色之上 也是微微一变 随后 这家伙的身形 顿在了原地 我淡淡地看着白衣青年 身形一动不动 不过 我也是看出了这家伙 他估计也不会再针对我了 这时候 阵阵闷响声传来 其余几人相继投入了战斗 都是想要将别人轰下这武斗台 一番激烈的争斗之后 又有一名青年 不幸落下了武斗台 而这也宣告着 这一轮的比斗 结束了 而还站在武斗台之上的六个人 便为他们所帮助的六名少主候选人 夺得了三分 我一跃而下 走到了诸葛靖的身边 我看到诸葛靖的面色 有些沉重 随后他出声问我 有没有事 我摇了摇头 诸葛靖这时候 才出声说道 他没想到 诸葛靖和诸葛晨这两个家伙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勾结在了一起 要不是我有些实力 恐怕诸葛靖的情况就有些不好了 就在此刻 我看到之前的那长老在次战起身来 清朗的声音随后传出 第二轮比斗结束 下面宣布第二轮比斗结束之后的分数情况 诸葛云 十二分位列第一 诸葛靖 诸葛记十一分 并列第二 第三名 诸葛临峰十分 第四名诸葛轩 九分 第五名 诸葛元 八分 第六名 诸葛北 诸葛晨 诸葛向朝并列 五分 接下来 休息一刻钟 继续第三轮的比斗 排名的变化并不大 之前排名靠后的 有三人再度落后了三分 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接下来的第三轮 恐怕就是真正决胜负的时候了 排名靠后的 必须要在下一轮 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这才不会被淘汰 当然 一轮淘汰三个人 那么最应该担心的 恐怕就是那并列第五的三人了 这三人现在 和前一名的差距 有足足三分 也就是说 下一轮比斗中 他们要超越对方三分以上 才有可能进入第二次的 淘汰赛 这时候 我笑了笑 对着诸葛靖说 你看那诸葛晨的脸色 这也算是报应了 诸葛靖转头看去 这会儿的诸葛晨 面色一阵铁青 正和那诸葛记在争论什么 似乎是对于自己的人 被轰击下五斗台 颇为气氛 那诸葛记 也是在不断地解释 不过说了两句之后 二人就没说了 哼 这家伙这叫自作自受 诸葛靖冷哼了一声 随后对着我说道 这时候 我也是问诸葛靖 说排名最后的三人 还有没有机会 诸葛靖摇了摇头 说 基本没什么机会了 这第一轮淘汰的三人 就是他们的几率很大 但是诸葛靖告诉了我一点 那就是 此次最终的成绩 乃是以总分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 到最后 谁的积分最多 便是天机门的少门主继承人 我顿时一愣 这样说来 那诸葛靖 岂不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我看着诸葛靖 问他有没有机会 在某个环节 超过诸葛靖 诸葛靖摇了摇头 说 最好的局面 恐怕就是保持现在的差距了 诸葛靖乃是天机门 难得一见的天才 想要超过他 几乎很难 文言的我摸了摸鼻子 淡淡地问诸葛靖 那他岂不是没什么机会了 要是诸葛靖一直领先 最后成为少门主的 可不就是他了吗 诸葛靖这时候看着我 颇有深意地笑了笑 我问这家伙什么情况 这样看着我感觉怪甚人的 诸葛靖笑了笑 告诉我说 那一线生机在我的身上 只要到时候 我能击败那诸葛靖请来的人 那么就会为他夺得三分 到时候就能反超诸葛靖了 你大爷的 原来这祸打的竟然是这个算盘 原来是将压力都弄到了我身上 但是我很清楚 那不宜青年的厉害 随后我也是 直接出声告诉诸葛靖 说那家伙 恐怕不怎么好对付啊 我知道不好对付 要不然怎么会找你来呢 然而 诸葛靖却是全然不在意 直接出声对着我说道 显得那么的理所当然 诸葛靖的话 顿时堵住了我的嘴 随后我至少苦笑 说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但是到时候 他这少门主的位置没有到手 可不能怪我 诸葛靖笑而不语 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看到 那座在正重要的天机门主 诸葛正站了起来 接下来 开始第一次淘汰赛的第三轮比斗 这次比斗比得乃是占卜 而这占卜的内容比较特殊 占卜的乃是天地的气候 正是明天的气候 诸葛正淡淡的声音传出 却不乏威严之气 还是老样子 六名长老已经同时占卜过明日的气候了 也就是说 以他们占卜的内容为答案参考 然后九名参赛弟子各自占卜 到时候通过准确度来判断分数 而这样的话 公布答案 恐怕就得延迟一天了 天机门 虽然是专研天机一道的大宗门 但是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的东西 称之为变数 也就是说 就算天机门的长老占卜的 那么也说不定会出什么差错 这时候 诸葛正的声音再次传来 九名参赛者 上五斗台 各居一脚 开始占卜 将答案写于纸上 明日揭晓气候变化 以及各位长老占卜的结果 果不其然 诸葛正的声音 说明了我的猜测 因为这占卜 不管是怎么说 和看相识 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 而刚刚我所说的那些 正是看相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看相 有时候并不能看透全部 而且 就算你看出来的 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天机难亏 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时候 诸葛经跟我示意 随后跳跃上了五斗台 九人一同上了五斗台之后 一个个都是 走向了九个不同的方向 这样很难看到 别人占卜的内容 而此刻 我看到九人的手中 竟然是出现一个 一模一样的龟壳 准确地说 这是玄武甲 而九个玄武甲合体之后 方才是真正的玄武甲 开始 随着诸葛正一声 轻贺落下 九人顿时间 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随后手中的那龟壳 也是开始摇动了起来 但是 整个场地之中 却是听不到半点 摇动龟壳的声音 按道理说 那龟壳之中有东西 那么就应该有 物体撞击的声音传来 但是现在并没有听到 着实是有些怪异 摇晃了一会儿之后 九人的动作极其的一致 几乎同时 朝着地下一摆 三枚铜钱 也是自那龟壳之中 落了出来 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而其中 已经有人开始 拿起了面前的笔 在面前的那张白纸上面 书写了起来 九人的动作 还是一个节奏 但是逐渐的 我看到有人的笔 停顿了下来 眉目紧重 似乎是在努力地 思考着什么 然后落笔又是写了几下 但是有的人 却是再难落笔 慢慢地放下笔 无奈地摇头 率先放下笔的 好像是那诸葛相朝 然而 下一刻 我的眉头一皱 因为我看到那诸葛云 竟然也是放下了笔 但是我并不会傻傻地去认为 这家伙想不出来了 只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家伙极度地自信 而且速度很快地 就将一切都搞定了 因为我在这家伙的脸上 看到了一抹 难以言喻的自信 紧接着 一个个人放下了手中的笔 有的人似乎有些不甘 踢桌笔一直望着自己的挂 想要知道更多出来 最后放笔的 乃是诸葛靖和诸葛记 第312章 第二轮淘汰 虽然诸葛靖算是最后一个落笔 但是我却看到 诸葛靖微微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我相信 今天的占卜 诸葛靖应该并没有失手 这会儿 我看到其中一名长老下来 开始收取九人的答案 收取完毕之后 那长老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诸葛靖也回到了我的身边 诸葛靖一来 我便是出声 对着诸葛靖说道 看来你发挥得不错 诸葛靖笑了笑 随后淡淡出声告诉我 希望不要落后诸葛云吧 随后 我告诉诸葛靖 那诸葛记也是谨慎得很 完事之后 还一直检查自己的挂项 诸葛靖也是告诉我 这边是诸葛记的优点 这家伙虽然有时候会动一些歪心思 但是维员却是颇为谨慎 所以 也是一个劲敌 与此同时 诸葛靖的声音传来 今天的第一场淘汰赛就此结束 明日揭晓第三轮得分结果 同时宣布淘汰名单 说完 高台上的诸葛靖 还有六名长老 都是相继离去 随后 下方的天机门弟子 也是开始散场 隐约间 能够听到许多议论声传来 大师兄 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是啊 我看 这次少门主之位 恐怕非大师兄莫属了 而且 大师兄请来的那帮手 也不是一般的恐怖 竟然秒杀欲清静八重 一道道议论声 随着所有弟子的离去 而变得无声 我和诸葛靖 也没有过多的耽搁 直接离开了武斗场 朝着诸葛靖的住处走去 回到了住处之后 我问诸葛靖 知不知道接下来的第二轮淘汰赛 会比斗什么 诸葛靖摇了摇头 说这个就得看宗门的安排了 就比如说 今天的大乱斗 就是宗门临时决定的 所以 第二轮会采取什么样的比斗 那还真不好说 随后 我也离开了诸葛靖的房间 让他自己赶紧休息 调整好状态 好在明天好好发挥 诸葛靖让我也去休息一下 接下来所遇到的对手 恐怕都不简单 我点了点头 知道接下来的战斗 只会越来越困难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之后 我便是直接进入了打坐状态 毕竟这事 对诸葛靖来说 乃是至关重要 他能将我的事 看作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么他 诸葛靖的事情 我也必须要用对待我的事的态度去对待 第二天一大早 我便睁开了紧闭的双目 随后 我看着窗外透进来的一丝阳光 看来今天的天气不错 其实 参赛的九个人应该一大早便能够得知一些自己成绩的大概消息 昨天的占卜内容是今日的天气 那么天气出来了 自然便是知道自己占卜的到底对不对了 我刚洗漱完毕 外面便是传来了敲门声 我过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正是诸葛靖 而此刻 我诸葛问我 准备好没有 接下来 就是该去武斗场的时候了 我点了点头 告诉诸葛靖 一切都准备好了 随后 我和诸葛靖就离开了此处 路上 我也直接问诸葛靖 他占卜的天气和今天 有没有什么出入 诸葛靖笑了笑 说 暂时没有 我微微一愣 什么叫做暂时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也就是占卜正确了呗 难不成 还能变化不成 而诸葛靖看着我 无奈地笑了笑 这一天的天气变幻无常 而所谓的占卜 占卜的可是这一整天的天气 并不是单单是早晨的天气 闻言的我 瞬间恍然大悟 你大爷的 原来是在这样 如此我也不再说话 我们一直到了武斗台 这里早就已经站满了人 所有天机门的弟子 早早地就来到了这里 少门主的选拔 乃是整个天机门 都颇为在乎的事情 毕竟这很有可能预示着天机门的兴衰落败 一个好的长教 能够带着一个门派发扬光大 反之 亦然 而参加选拔的九人 依旧是站在武斗台的前面 因为他们必须时刻都准备着 说不定立马就得上场 而今天 我也是看到 其中有几个人的面色不怎么好看 想来是有些不好的预感 其中 自然就有那诸葛城的存在 这家伙昨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诸葛记合作 竟然让他的帮手和诸葛记的帮手一起来对付我 说实话 要不是别人率先针对我 我也不会主动去找谁 而那诸葛城的帮手实力算不上弱 如果不是和那白衣青年一起来针对我 说不定还真就不是他被搞下去了 这时候 我看了一下高台之上 发现那里空无一人 看来诸葛镇和那几名天际门的长老都还没有到 不过不一会儿的时间 几人便是从远处走来 坐在了高台之上 而诸葛镇也直接站起来 看着下方的众人 大声说道 昨日的气候占卜 以从昨晚子时到今日午时为准 还有半天时间 稍等些时候 大家一起见证结果 对此 我并没有看到这些天际门的弟子 有什么不愿意的 相反 都是很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很快 时间便是到了正午的时候 而此刻 大伙看到诸葛镇身边的 一名长老站起身来 随后手中拿着一张名单 下面宣布 第一轮淘汰赛第三轮分数 诸葛云 诸葛进十分 诸葛记 诸葛临峰九分 诸葛轩 诸葛元八分 诸葛臣 诸葛向潮 诸葛北 七分 闻言 我看到其中有三人的面色 瞬间垮了下来 一个个的脸上都是布满了失落之色 分数一出来 很明显 自己稍微一加 排名就出来了 这失落的三人 正是诸葛臣 诸葛向潮 还有诸葛北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三人要被淘汰了 下面宣布 第一轮淘汰赛总比分情况 和淘汰名单 第一名 诸葛云 总分22分 第二名诸葛静 总分21分 第三名诸葛记 总分20分 第四名诸葛临峰19分 第五名诸葛轩17分 第六名诸葛元16分 淘汰名单 诸葛臣 诸葛北 诸葛向潮 随着这长老最后的声音落下 顿时间 人群之中掀起了一片哗然 但是并没有持续多久 看来这三人被淘汰 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 所以 并没有多少人惊讶 当然 令家的最为惊讶的 莫过于 那一直排名第一的诸葛云 这家伙的实力果真强悍 我又记得 之前这家伙答题的速度很快 而诸葛竟能有十分 可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琢磨 不过 我心中还有些惊讶的是 在这一环 诸葛竟竟然是将那诸葛记给超过了 看来诸葛竟这家伙 也是有些深藏不露 则则 没想到三师兄这一轮 竟然和大师兄平起平坐 说不定三师兄 还能和大师兄一较高下 的确如此 不过就算三师兄有 能够和大师兄一拼 但是他们请的帮手 就不一定了 周边的人群之中 再度传来了一阵议论之声 我正准备问 诸葛竟听到没有的时候 却是发现 诸葛竟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某处 我顺着目光看过去 顿时看到了诸葛记那 有些不服气的嘴脸 看来 这家伙 对于诸葛竟在这一轮 超过他一分 很是介怀 而诸葛竟此刻 更是丝毫不退避 诸葛竟的嘴角 泛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而且 这家伙做得很到位的时候 那种对诸葛记的 轻蔑与失望 似乎是在说 本来我还以为你多厉害的 没想到也不过如此 我看到对面的诸葛记 胸前不断地起伏 双拳微微紧握 看样子 是被诸葛禁气得不轻 就在此刻 诸葛正的声音传来 接下来 进行第二轮淘汰赛 第313章 解挂 诸葛正的这道声音 也是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吸引了过去 我自然也是朝着高台之上的 诸葛正看了过去 这时候 我却是看到了诸葛正的手中 有着一些几根竹签出现紧跟着 诸葛正的声音再次传出 这第二轮的淘汰赛 通过抽签决定对手 三轮比斗之后 积分高者胜出 现在 六位少门主候选人 上前抽签 随着诸葛正的声音落下 而剩下的六位少门主候选人 对视了一眼 都是直接朝着前方的高台走去 顿时间 我看到那诸葛正手中的几根竹签 瞬间朝着下方的六人飞掠而来 见状 那诸葛即第一时间飞跃而出 身后的几人相继飞掠出 伸手朝着空中的竹签抓了过去 等到几人身形落地 他们的手中都是抓着一根竹签 这时候 诸葛靖再度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问他对上谁了 诸葛靖摊开了手中的竹签 上面有一个三的字符 随后 诸葛靖也是摇了摇头 出声告诉我 他也不知道对上谁了 其余无人都没有亮出自己的竹签 所以不知道谁手中拿到的是三号签 就在这时 高台上 那诸葛正的声音也是传下 接下来 进行第二轮淘汰赛 抓到一号签的两位 请上午斗台 随着诸葛正的话语落下 顿时间 我看到有两道身影站了出来 看到这两道身影的瞬间 我也是微微一愣 心中几乎顿时间泛起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 这一场比斗 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其中一方是诸葛云 而另一方 却是第一轮结束之后 剩下的六人之中 排名最靠后的诸葛云 并不是说不相信诸葛云 但是说实话 这或许在所有人的眼中 都是极其明显的胜负了 甚至 就连诸葛云自己 面色之上 都是露出了一抹无比沮丧的神色 想来 这家伙也是知道 他自己和诸葛云的差距 可不是一心半点 这诸葛云出场到现在 我几乎没看到 他多说一句废话 但是从整个宗门弟子 对诸葛云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诸葛云在天机门 应该算是极其有威望的一个人 我看到那诸葛云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站到了那五斗台之上 而诸葛云也是落在了诸葛云的身前 这一局 基本已经没有悬念了 诸葛云整个人气势已经没了 就在这时候 身边传来了诸葛靖的声音 我点了点头 的确 单单是从气势上来看 诸葛云已经彻底地落入了下风 只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一轮要比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站在高台之上的诸葛正沉吟了片刻 问二人准备好了没有 开电脑二人相继点了点头 而那诸葛正方才继续出声 这第一局比解卦 你二人各自补出一卦 而后自己解开 将卦象收起 然后又去解对方的卦 之后对比 分数由诸位长老评判 解卦 文言的我微微一愣 倒是没想到 还有这么稀奇的玩法 竟然是去解别人的卦 这东西 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卦象这东西 各占卜之人的心境有关 想要解卦 就必须要了解一些占卜者的心境 这一点 才是这一环的难点之处 随着诸葛正声音落下 顿时间 诸葛云和诸葛园 都是进入了调整的状态 片刻之后 我看到二人都是同时间睁开了眼睛 随后二人开始取出身上的占卜之物 但是 看到那诸葛云手中取出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都是微微一愣 因为那诸葛云取出的 并不是玄武甲 而是三根木签 而且 这三根木签 竟然是之前抽签的那一根 只是直接被诸葛云弄断成了三结 就这么当作占卜的工具了 只见诸葛云神情微微一宁 随后直接将手中的三根竹签朝着地下丢了下去 三根竹签就这么落在了地上 跳动了记下之后 便摆出了一个形状出来 而诸葛云此刻直接取出了一张白纸 开始记着面前的挂像 我心中一阵 转过头看向了身边的诸葛靖 发现诸葛靖此刻的面色极其的凝重 这也能算出东西来 我看着诸葛靖 出声对着他询问 而我心中更多的则是震撼 就随便找来的三根竹签 就能算出东西 要知道 这可是争夺少门主之位的淘汰赛 这诸葛云纵然在强悍 难不成还敢这么马马虎虎不成 但是 诸葛靖立马就告诉我 这并不是诸葛云马马虎虎 而是他的占卜境界已经到了某种地步了 万物可成卦 苍生亦可补 诸葛靖说 这是占卜之中的两大高深境界 而现在诸葛云所表现出来的 便是这其中的第一个境界 万物可成卦 不得不说 这诸葛云真的不是一般的恐怖 随后 我转过头去问诸葛靖 他距离这个境界 还有多远 诸葛靖沉吟了片刻 出声告诉我 说他距离这个境界 还有一步之遥 而且这个境界并不是说想达到就能达到的 这才是诸葛靖惊骇的地方 这时候我再度将目光朝着那武斗台之上移动了过去 此刻那诸葛云竟然是已经收手了 也就是说他的占卜已经全部搞定了 而对面的那诸葛云竟然是还棱在原地移动不动 直接诸葛云站起身来 那诸葛云方才猛然反应了过来 随后这家伙才开始继续动作了起来 他抓在手中的玄武甲也是摇动了起来 依旧是毫无声音 不一会儿 诸葛云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 三枚铜钳也是直接落在了地面之上 而这三枚铜钳此刻竟然是重叠在了一起 虽然隔着的距离比较远 但是因为自身实力的缘故 那一切却还是被我看在眼里 与此同时 诸葛云也是开始专心地截起了面前的卦象 随后 手中的笔也是开始在白纸上面记载了起来 大约十来分钟的时间 诸葛云站起身来 看向了对面的诸葛云 二人不约而同地朝着高台之上看去 那天机门主诸葛正身边 一名长老随之朝着下方的武斗台走来 而诸葛云和诸葛云都是将手中的答案递给了那长老 而长老就站在武斗台之上并没有离去 而是对着二人沉声说道 好 现在交换解挂 随着这长老的话音落下 那诸葛云和诸葛云也是顿时间交换了位置 而这期间他们二人的挂像都是并没有半点的变换 因为还要必须保留原来的样子 以供对方解开自己的挂 二人分别走到了对方的挂像面前 紧接着 二人都是非常认真仔细地开始解着面前的挂像 那诸葛云看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随后又是取出了一张纸 开始记录面前的挂像了起来 我心中一跳 这诸葛云也太坦娘地恐怖了吧 竟然这么快就看破了那诸葛云的挂像 这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 而且 此刻的诸葛云还在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那三根木前 然而 直到那诸葛云提笔的瞬间 那诸葛云都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此刻的诸葛云 已然是占据了绝大的优势了 就在此刻 那诸葛云也终于是下笔了 开始在白纸上面记录了下来 片刻之后 诸葛云也是停止了下来 这时 二人也是一起 将手中的两张记载了对方挂像的纸张 递给了那一直站着的长老 那长老点了点头 随后拿着这四张纸 走向了高台之上 看来 不消片刻之后 便能知道这一局的胜负了 第314章 黑马 接下来 整个武斗场的周围 都是传来了一阵低声的议论 这些议论 无非就是说 这一场战斗 几乎没有悬念了 赢的人 肯定就是诸葛云 这些议论声 倒是使得那诸葛云的面色 一阵难看 这时候 我却是看到那长老 再度站了起来 所有人 时刻都在注意 随着这长老 站起身来 顿时 就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第二轮淘汰赛 第一局 第一轮 诸葛云 9分 诸葛云6分 二人合计总分 诸葛云31分 诸葛云22分 分数宣布出来 果然没有出乎 所有人的预料 而那武斗台上的 诸葛云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一跃下了武斗台 诸葛云紧跟着下来 这时候 那长老的声音再次传来 下面进行第一局第二轮比斗 诸葛云帮手陈阳 对战诸葛云帮手赵捷 随着那长老的声音落下 众人的目光 再度凝聚在了 武斗台上 而又有两道身影 跃上了武斗台 看着那一身不一的青年 我心中一宁 原来这家伙是叫陈阳 我看了一下 诸葛云的那帮手赵捷 实力好像也是在 玉清境八重巅峰 距离玉清境九重 恐怕也就一步之遥了 但是 这会儿我的脑海之中 却是浮现出了 之前那被陈阳一招秒杀掉的 玉清境八重 不知道这个赵捷和陈阳对上 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两人落定在比斗台之上 同时一抱拳 并没有多说半句的废话 下一刻 二人两道身影 都是瞬间暴射而出 与此同时 两股稻气进风 都是同时间在武斗台之上掀起 两人的身形 瞬间撞击在了一起 砰 一声沉闷的响声陡然传开 随之 而起的是一阵沉烟 而两道身影此刻都是蹬蹬后退 只是很明显 赵捷退后的距离 却是那陈阳的一倍 只见陈阳面色丝毫不变 倒是赵捷整个人 面色都是在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 淡淡只是一击的时间 那赵捷恐怕便是多少知道了一些陈阳的底细 至少能够感觉到自己和陈阳之间的差距 此刻 我的眼睛也是死死地盯着陈阳 因为说不定我们是有机会对上的 现在多了解一点他的情况 我方才能多一分胜算 所谓知己知彼 说的便是如此 此刻 陈阳脚掌猛然之间一跺地面 整个人便是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我的眼睛也是立马跟着陈阳的身形移动 我看到赵捷的瞳孔也是一缩 体内的倒气快速地汹涌 拳头之上 便是有着一道拳钢 瞬间凝聚而出 恐怖的钢气乍现 但是那陈阳 却是恍若视而不见一般的 单手成长 瞬间那掌钢 便是朝着赵捷的全钢斩了下去 碰 又是一声巨响传出 下一刻 我看到那赵捷的面色骇然大变 紧接着 我看到赵捷拳头之上的钢气 也是瞬间消散而去 而赵捷整个人骤然之间倒飞了出去 赵捷面露不甘之色 脚掌死死地塌在地面 似乎死死地抓住地面 生怕被击落下五斗台一样 但是 陈阳似乎也看出了那赵捷的意图 身形再度略出 而且 这陈阳的速度奇快 瞬间便出现在了赵捷的面前 随后 陈阳手掌轻轻朝着面前的赵捷推出 因为陈阳的速度极为恐怖 赵捷几乎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手掌直接落在了赵捷的胸膛之上 赵捷的身体 终于是犹如断线风筝一般的飞出 身体砸落在了地上 战斗尘埃落定 那长老适时地站起身来 宣布了战局 然后 诸葛云的总分变成了34分 现在 还剩下第三局 不知道这第三局比的是什么东西 很快 那长老便再度宣布 这第三局同样是武斗 不过乃是当事人的武斗 也就是诸葛云对战诸葛云 这诸葛云实力深不可测 那么这一轮的战斗结果就很是显而易见 这一局的战斗并没有多少悬念 武斗台之上的诸葛云完全不熟诸葛云的对手 身形蹬蹬后退 最后便是被诸葛云直接逼下了武斗台 第一组的战斗直接结束了 诸葛云的总分达到了37分 因为武斗只有三分 至于诸葛云已经算是直接被淘汰了 这第二轮淘汰赛 只有胜出的三组才能够晋级下一轮 第二组上台对战的也不知道是哪两组 不过随着那长老的声音落下 我也是看到两人走了出来 这两组竟然是诸葛记还有诸葛林峰 说实话 诸葛林峰的实力也不算低 不过遇到了诸葛记恐怕就有些悬了 毕竟这诸葛记能够成为天机门的二师兄 恐怕也不会简单 这第一句依旧是解挂 诸葛记和诸葛林峰上了武斗台 随后开始占卜了一挂 随后 诸葛记和诸葛林峰开始分别解挂 当那四张白纸递到了诸位长老的手中 顿时间下方再度传来了一阵轻微的义润声 这一局我猜测 应该是二师兄胜出无疑了 的确如此 武师兄虽然也很强悍 但是和二师兄应该还有些差距 文言的我明白了过来 原来诸葛林峰竟然是天机门的武师兄 第二组 第一局得分情况如下 诸葛记八分 诸葛林峰九分 综合总分 诸葛记二十八分 诸葛林峰二十八分 哗 随着这长老的声音落下 顿时间 人群之中都是嫌弃了一片哗然之声 都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武斗台之上的诸葛林峰 什么 武师兄竟然占据了优势 追平了和二师兄的分数 看来武师兄隐藏的还真不是一般的神啊 听着这阵议论声 我转过头朝着身边的诸葛敬 我从诸葛敬的脸上都是看到了一抹震惊 怎么 你也不知道 我对着诸葛敬询问 而诸葛敬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出声说道 老五应该算是我们之中最低调的一个了 我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在这憋了一股劲 看得出来诸葛敬对诸葛林峰的表现 也是颇为惊讶 这时候 那长老的声音将所有人都拉回了现实之中 接下来 进行第二组第二局比斗 诸葛敬帮手迎致对战诸葛林峰帮手 李彦军 随着长老话音落下 顿时间 两道身影跳上了武斗台 白衣青年竟然姓赢 这个姓氏似乎很是少见 一跃上了武斗台 白衣青年的嘴角 便是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不过我还是看出了 这家伙的眼神之中 有着一抹轻蔑的神色 而对面的李彦军 此刻我看着 那面无表情的李彦军 竟然是从这家伙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抹熟悉的感觉 我眉头顿时一皱 我可以肯定 我和李彦军 应该没有见过面才对 但是怎么会生出这样的感觉呢 我心中充满了疑惑 而此刻 李彦军也是对着那银制衣抱拳 请了 银制同样抱拳 随后身形朝着李彦军抱射而出 这家伙的手中 陡然有着一柄大刀浮现 阵阵盗气围绕之下 刀刚恐怖异常 欲清净九重的实力 果然如此 这家伙果然也是不简单 与此同时 我也是看到那李彦军的身上 一股黑色的盗气瞬间生腾 这盗气 给我一种极其纯正的感觉 并没有如同阴气的那种感受 而且我可以肯定 李彦军身上给我有些熟悉的感觉 应该就是来自这道气 下一刻 我猛然之间反应了过来 终于知道 这熟悉的感觉是来自什么地方了 第三百一十五章 八大家族 看着那乌黑如同墨汁一般的盗气 我却也是明白了过来 这种感觉 我之前就感觉到过 那便是上次 面对暗天蒙三十六天刚首领天魁出手之际 那突然出手 帮我的那位曾前辈 鲁班一脉的那位曾红元前辈 这李彦军身上的气息 竟然是和那曾红元前辈 有惊人的相似 准确地说 应该是同处一脉 难不成 这诸葛林峰请来的李彦军 竟然还是鲁班一脉的传人不成 现在 自然是得不到答案 只不过出于曾前辈的救命之恩 问一下倒是可以的 毕竟结交一下朋友 并没有什么不好 这时候 我将注意力 都是放到了面前的舞斗台之上 此刻 两股恐怖的气势 都是在中间 轰然想撞击而开 轰隆一声巨响 一股烟尘骤然掀起 那李彦军和银汁的身形 都是陡然间朝着后面退开 上台之后 二人发生了第一次的碰撞 同时间 也是看到了那银汁的面色之上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凝重 这种特殊的盗窃 你是公输一脉的人 那银汁紧皱着眉头 看掀了面前的李彦军 随后 这家伙出声对着李彦军询问 李彦军的面色 并没有半点的变化 闭口不言 似乎并不想回这个问题 这时候 那银汁也是 再度出声 怎么 堂堂鲁般一脉的传人 连自己的名号都不敢承认 银汁的嘴角 泛起了一抹略显讥讽的笑容 而这也明显是激将法 只不过 这激将法 也太过低劣了一点 不过 文言的那李彦军 此刻也是微微一笑 看着银汁 无奈地摇了摇头 出声说道 哼 我一个小小宗门的传人 跟你上古八大家族的赢家弟子比起来 那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这一刻 我心中也恍然大悟 看来 这李彦军 还真是鲁班一脉的传人 只是不知道 他和曾前辈 又是什么关系 哈哈 鲁班一脉 虽避不上我赢家 但也是一个古老的宗门 今日 我倒是有幸见识一下 鲁班一脉传人的高招 那银汁大孝出声 随后出声 对着李彦军说道 不过这话里面的意思 却是有些怪怪的 这不是明摆着 将银家往那个高处放吗 话说这银家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而且 还有什么八大家族 这话 王老的声音 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他告诉我 说所谓的八大家族 准确地说 我们江家也是其中一个 这八大家族 分别是 鸡 江 瑶 银 四 云 龟 任八大家 只不过 有几个大家族 在发展之中逐渐没落了 甚至有的 销声匿迹了 而这银家 恐怕也是 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不管怎么说 能够生存到现在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只是那实力 恐怕就比不上上古时候 那么恐怖了 对于这银汁 那充满挑衅的话语 李彦均依旧是没有多大的波动 下一刻 李彦均淡淡出声 我看 咱们还是少说两句废话 先分个胜负吧 随着李彦均话音落下的瞬间 那银汁的面色陡然一变 变得极其地冰冷了起来 下一刻 两人的身形 几乎同时间朝着对方抱射而出 一股乌黑的倒气 瞬间自李彦均的体内爆发而出 如同一条墨龙一般的 朝着对面的那银汁 横扫了过去 那银汁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货色 他的手掌之上 恐怖的倒气凝聚而开 一个布满了神秘符文的掌纲 陡然间出现在了那银汁的手掌之中 而那银汁的面部一阵抽搐 手掌也是 直接朝着面前的李彦均碾压了过去 李彦均的面前 那一条恐怖的墨龙 也是瞬间昂起来 那硕大的龙头 啊 一声似有似无的龙银声 陡然传出 那墨龙也是直接轰击在了 那布满神秘符文的掌纲之上 轰隆 又是一声剧烈的声响传出 就连我都是感觉到 耳朵里面嗡嗡作响 此刻的诸葛金面色惊骇 低声说道 看来老二和老五 都请了一个不得了的高手 我点了点头 的确是如此 不管是赢智 还是李彦均 这两个家伙 都不是简单的货色 而且实力更是恐怖 恰巧的是 这两个人碰撞到了一起 不得不说 这场战斗 还真不是一般的精彩 二人身形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道 猛然推开 但是两人身形落地的瞬间 几乎同时一跺地面 两人便同时击视而出 然而 不同的是 这次两人的手中 都是多出了兵刃 在那银制的手中 乃是一柄铜体漆黑的长剑 而在那李彦均的手中 却是一柄黑色的尺子 一样的冰刃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我知道 这尺子绝对不简单 那银制手中的长剑之上 环绕着一丝丝黑色的能量 我眉头一皱 我看到那李彦均手中的 那尺子上面 同样也是 环绕着阵阵黑气 只不过 两者之间不同的是 李彦均手中那尺子上面 蔓延而出的那种黑气 给人一种正气的感觉 但是那银制手中的长剑 却是恰恰相反 那黑气 给人一种极其不舒服的感觉 这兵器 恐怕来得并不算正当 毕竟我从那长剑之上 感受到了一阵邪气 两道兵刃 几乎瞬间 在场中轰然撞击 传出一阵金铁交割的声音 随后 便是一道火花剑尸而开 叮叮叮 又是一阵阵金铁交割的声音传来 随后便是那耀眼的火星似箭而开 看着令人心中不由一阵激荡 但是 这两人激动了好长的时间 却是依旧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 这局面倒是颇为激烈 两道身影不断地在场中交错而开 每一次两道冰刃响 撞击在一起 便是会有着一道火星浮现 碰 一声巨响之后 两人的身形也是陡然分开 随后 二人都是不断地喘着粗气 双目死死地盯着对方 呼 爽 不过接下来我不想玩了 不如分个胜负吧 那迎之大呼了一口气 随后出声 对着面前的李彦军说道 李彦军的嘴角微微上扬 随后 他也是淡淡地出声 正有此意 随着二人的话音落下 顿时间 两人的体内 都是有着一股恐怖的气势 同时升腾了起来 迎至手中的那黑色长剑 高举而起 体内的倒气 几乎都是尽数地 朝着那长剑之中灌输了进去 与此同时 对面的李彦军 整个人面色之上 都是有着一股极其凝重的神色浮现出 那黑色的墨尺上面 一道道乌黑 犹如墨汁一般的倒气 不断地环绕 随后 那墨尺上面 一道道神秘的符文 竟然是自那墨尺上面悬浮了起来 就这么定格在了空中 而在那银制的头顶 一道恐怖的剑刚开始凝聚 自那恐怖的剑刚之上 我都是感觉到了一股 令我皮肤微微一紧的气息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道剑刚 极其的恐怖 当然 我并不认为 那李彦军手中的 墨尺上面那诡异的攻击 毫无威力 谁胜谁负 恐怕这一招 足以说明了 哼 银制口中陡然传出了一声大贺 随后 手中的黑色长剑 也是顿时间朝着对面的李彦军 怒斩了下去 这一刻 我甚至是看到高台之上的诸位长老 面色都是微微一变 我看着李彦军的表情 依旧没有多大的变化 看着那剑刚 一步步地朝着自己碾压了下来 下一刻 李彦军的双眼 竟然是微微闭了起来 随后 他手中的墨尺插着前面微微一推 去 一声低语 自李彦军的口中传出 那墨尺上的那些神秘符文 也是瞬间飞离而出 朝着那剑刚迎了上去 第316章 决胜局 此刻本来就是极其强悍了迅速的两道致命攻击 但是不知道为何 在那空间之中 却是给人一种很缓慢的感觉在靠近 终于 两道攻击轰然只见碰撞在了一起 那一刻 我竟然是仿佛感觉到 空间都微微地停顿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哼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气浪 陡然间自那五豆台的中间 轰然只见爆发 随后 我们立马看到 两道身影 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被两个气浪线的倒飞而出 而那中间的空间 仿佛都是有点变得扭曲了起来 此刻 场中浓烟滚滚 地面直接军裂而开 实现横飞 看着格外的骇人 此刻 两道倒飞而出的身影 都是瞬间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两人几乎同时一大口鲜血喷出 面色煞白 诸葛记和诸葛林峰连忙上去 分别将二人扶了起来 二人调整了一会儿 似乎都并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此刻 在那五豆台的中间 竟然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坑洞 赫然便是之前这两个家伙的战斗所引起的 好半天的时间 下方的观战弟子 方才是从这场精彩绝伦的战斗之中 回过了神来 与此同时 我们更多的人 却是看向了高台之上的诸位长老 还有天际门的门主诸葛政 因为这一场战斗 谁胜谁负 还得他们说了算 这时候 那几名长老和诸葛政 也是再度开始商议了起来 片刻之后 诸葛政站起了身来 随后扫射下方的众人一眼 出声说道 此战结果 平局 不加分 随着诸葛政的声音落下 所有人都是微微一惊 不过随后 又释然了 之前的李彦君和那银质 很明显都是同时 非略出五斗台的 这样的战斗 本来就应该是平局的 对于这个评判 不管是诸葛林峰 还是诸葛记 都是没有任何的疑问 这样说来 那么这最后的一局 便是决定 这第二轮淘汰赛的胜负的时候了 因为现在诸葛记和诸葛林峰的比分是平的 都是28分 那么这第三场 可不就是决胜局吗 如果是之前 我或许会本能地偏向诸葛记 毕竟诸葛记乃是天机门弟子之中 排行老二 不管怎么说 排行也是实力来证明的 但是现在 我却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之前那李彦军和银制的战斗 已经足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那么这最后一局 同样存在很多的不定因素 因为在那解挂的时候 诸葛林峰就在诸葛记那里 占据到了一定的优势 随着二人跳上了五斗台 随后 整个场中的气氛 都是攀升到了巅峰 对于这决胜局的一战 想必很多人心中 都是期待得很 老五 我承认你隐藏得足够深 而且我也因为大意 第一局在你手中吃了亏 但是你莫不是以为 我不是你的对手吧 这时候 那诸葛记嘴角微微一抽 随后出声 对着面前的那诸葛林峰出声说道 二师兄 我这个人不喜欢去猜测 实践 比一切都强 诸葛林峰看着那诸葛记随后出声 对着诸葛记说道 说完之后 诸葛林峰便是不说话了 而且脸上的表情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果然是如此 这家伙并不怎么喜欢说话 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才会隐藏得这么深没有人发觉 如此 那就让我看看 你隐藏有多深 诸葛记的面色一变 画风陡然一转 整个人百年 直接朝着那诸葛林峰爆射了过去 诸葛林峰面色毫无变换 手中有着一柄铜体白色的折扇浮现 我转头看了一眼诸葛记 发现这家伙 此刻也是极其认真的 在看着舞斗台之上的诸葛记 和诸葛林峰的战斗 诸葛林峰手中的那白色折扇 犹如一朵温婉的莲花一般 不断地在手中转动 但是谁都清楚在那温婉的表面之下 潜藏的便是致命的杀鸡 连续交手了数招的时间 只见那诸葛记的面色 也是变得有些阴沉了起来 看来 刚刚的交手 这诸葛记已经是知道 自己的舞施地 恐怕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老五 你这家伙隐藏的 也真是够深的 就在此刻 那诸葛记也是再度出声 对着诸葛林峰说道 诸葛林峰不以为然淡淡出声 承蒙二师兄的夸奖 但是 随着诸葛林峰的话语刚落 他整个人却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原地 更是留下了一道缓缓淡去的残意 诸葛记的瞳孔一缩 双臂交叉在了面前 倒气汹涌的字体内爆发了出来 与此同时 我看到诸葛记的手臂之上 竟然是有着一层隐隐的鳞片 浮现出 但是这些鳞片 并不是真正的鳞片 应该是到气凝聚而出的东西 而随着这些鳞片的出现 诸葛林峰那打开的折扇 也是直接轰击在了诸葛记的手臂之上 此刻 那覆盖在诸葛记手臂之上的鳞片 竟然是缓缓张开了一些 随后 将手臂之外的攻击能量吸收了一些进去 看到这一幕 我的瞳孔都是微微一缩 这是什么倒数 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 吸收别人攻击的能量 这不是会削弱别人攻击的力量 此刻 诸葛记也是轻贺一声 拳头瞬间朝着面前的诸葛林峰轰击了过去 毕竟 此刻那诸葛林峰的攻击都是 已经被诸葛记的倒数吸收了一些 所以 此刻 诸葛林峰的面色一变 攻击瞬间被诸葛记彻底的击溃 而下一刻 诸葛林峰也是借机连忙撤退而开 与此同时 诸葛记便猛然气势而上 因为他想要一口气解决掉诸葛林峰 然而 诸葛林峰脸上并没有半点的害怕 而是显得极其的平淡 下一刻 诸葛林峰手中的折扇 朝着对面寄来的诸葛记 一扫而去 我瞳孔一缩 因为我清晰地看到 在空中 竟然是有着一根根极其细小的银色细针 细针的速度奇快 看来 之前诸葛林峰的那些细针 便是藏在了扇子里面 显显地避开了那空中的银针 诸葛记地面色勃然大怒 便是抬起头 对着那诸葛林峰勃然大怒 但是对于诸葛林峰来说 这却是理所当然的 老五 你竟然用这样发手段 诸葛林峰面色冷然 淡淡出声 规矩里面 可没有现在的这一环 倒是二师兄多操心了 诸葛林峰刚刚说完 诸葛记便是冷哼了一声 身形直接朝着诸葛爆冲了过去 诸葛林峰的眉头微皱 下一刻 诸葛林峰整个人也是消失在了原地 手中的折扇之上 闪过一道道寒芒 随着两人逼近 诸葛林峰手中的攻击 也是瞬间朝着对面诸葛记刺去 这时候 我终于是看到 原来诸葛林峰手中的折扇之中 不仅仅藏着银针之类的 因为我从他的折扇之上 看到了一道道寒芒 那扇子的架子 竟然全部都是 被磨成了尖锐尖刺一眼 这一击要是被击中 就算不死 恐怕也得在身上 弄成几个血窟窿 此刻 我看到诸葛记眼神之中 满是凝重 我便是都已经猜到了 而且这些尖锐的尖刺 直接朝着诸葛记的喉咙 穿插而浅 诸葛记面色骇然 身子瞬间一矮 那尖刺 几乎是擦拭着诸葛记的面庞而过 这时候 我看到那诸葛林峰的眼睛微微一睁 下一刻 我感觉到诸葛林峰腿上的裤脚 不断地颤动 这是道气 运转到那个地方的征兆 随后 诸葛林峰脚掌 猛然朝着地面之上踩了下去 碰 一声闷响 地面竟然升起了一道道锥形尖刺 这道锥形尖刺 一道锥形尖刺 四道锥形尖刺